第1016集 张万镇一听警察 问他的活动轨迹 立刻心虚起来 不过很快就镇定下来 反正这儿也没有人认识他 他就瞎说呗 就说随便溜达了 谁还能把他砸地了 于是他顺嘴胡走起来 我就是在车站附近随便溜达了 我在这儿两眼一抹黑的 也不知哪是哪啊 就瞎走 哪热闹往哪凑呗 负责办案的队长 你看他那副滚到肉的样子 正犯愁咋让他老实交代呢 正好霍局长打电话过来了 霍建峰告诉他 马上带嫌疑人 去车站附近的商场一楼A座 打至黄金饰品的Timeway那儿 那儿的业主刚才收了一批黄金首饰 大约就是犯罪嫌疑人卖那儿去的 让他带着嫌疑人去让业主指认一下 有了局长这条宝贵的线索 队长如获至宝 当即带着张万珍去了局长说的那家商场 张万珍在被带往商场的路上就已经吓蒙了 他没想到警察这么厉害 竟然查出他去那家商场了 等进了商场 又看见警察们带着他直奔他销赃的摊位 张万珍更恐慌了 急至到了摊位那儿 被那个南方摊主指认出来 并拿出了那些被他卖掉的金首饰后 张万珍彻底堆昏了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把自己偷东西和潇赃的经过交代了出来 他虽然不懂法 但也恍惚听人说过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道理 知道犯罪的人主动交代能从亲处罚 所以事情败落后他没有挣扎 赶忙实相地把一切都交代出来了 霍建峰在听到手下汇报后 心想 看来蔡文感在这边从事 打造金首饰的老乡不少啊 他让他打听一下 没想到不到半个小时 他就给打听出来了 这次能这么快破案 还真多亏了他啊 蔡文感也是怀着讨好大舅哥 想让大舅哥帮他找媳妇的心思 才积极发动老乡们帮他打听 有没有个老女人来卖金首饰的 没想到还真叫他们给打听到了 他在大舅哥这立了义功 大舅哥应该会感激他吧 要是他能感激他 把他媳妇的下落告诉他 那他就赚大了 林家 穆小薇还不知道他妈被抓的事 这会儿他正泪眼婆娑地跪在地上 苦苦地哀求着公公婆婆 求他们不要报警 不要把他妈给抓进去呢 穆小薇很难很痛苦 但是不管咋难 他都得面对啊 此刻他就是把自己的尊严和骄傲 彻底地踩在了脚下 哭着向公公婆婆求情 并向他们保证 他一定会把他妈偷走的东西 全部都要回来 一样都不会少的 虽然他也不确定 但到底能不能把那东西要回来 但眼下为了稳住公公婆婆 他必须得这么说 不然公公婆婆都在气头上呢 万一一时气不过报警了 那他妈可真就完了 所以绝不能让他们报警 他妈固然不对 甚至可恨 可再不对再可恨 也是生了养了他的妈妈 他怎么能忍心 让他受牢狱之灾呢 为了他妈 他只能放下面子 下跪求情 见公公沉着脸部说话 请起之下 都给他公公磕头了 为他这么一整 林洪伟和韩明玉俩 都不知该咋搬好了 张万真确实可恨 他俩也真想让他受点教训 可儿媳妇情绪这么激烈 跪在他们面前 又磕头又做衣地求他们呢 儿媳妇的面子 他俩给还是不给呢 给的话 他们真咽不下之口气 而且他俩也明白 要是不报警 家里那些东西 真够呛能追回来 可要是报警了 只怕儿媳妇得记恨他们 搞不好将来连孙子 都得被他教育地 跟着记恨他们 好纠结啊 纠结了好半天 林洪伟终于做出了决定 不报警了 为了儿子孙子 能有个安定和睦的家庭环境 他决定放那个女人一马 毕竟儿子 还得跟这个儿媳妇过下去呢 就算是这个儿媳妇 上不得台面 他俩也不想让孙子美妈 为了顾全大局 他俩做出了退让 尽管憋屈的干腾 但为了儿子孙子 他俩也没有别的办法 穆小薇得到公婆 不报警的承诺 喜极而泣 一叠声地说 谢谢爸 谢谢妈 林洪伟和韩美玉 看着哭得鼻涕一把 泪一把的儿媳妇就闹心 干脆上林洪众家 窜门子去了 也省得对着这个儿媳妇 堵得慌 两口子走后 穆小薇瘫坐在地上 又捂着眼睛哭了半天 好容易生了个儿子 好容易在婆家 有了点地位 这下子全晚了 辛苦了这么久 又一招回到解放前了 家里也没有别人 他痛痛快快地 哭了一场 发泄了一番 心情才好受些 哭完后 可能是哭得脑袋缺氧了 他格外困倦 就抱着孩子去睡觉了 不知睡了多久 等他醒来时 公公婆婆和他男人都回来了 几个人正坐在客厅里说话呢 穆小薇善善地走出去 刚想搭话 却赫然看见茶几上摆着的东西 一个房产证 一本集邮册 还有一些首饰 那些首饰的最上面 放着儿子的小金手镯 和那只小金锁 穆小薇的眼睛一下子直了 他结结巴巴地说 这 这些东西咋回来了 以他妈的性格 到了手的好东西 就是割他的咒 都不会挽回拿的 他们这是咋把东西拿回来的呢 林子瑜淡淡地说 我报警了 警察帮着追回来的 啊 你报警了 穆小薇听到丈夫的话 一下子激动起来 声音也异常地尖锐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怎么能报警呢 那可是我妈 是你丈母娘 林子瑜冷冷地说 我为什么不能报警 就因为她是你妈 是我丈母娘 偷了我家的东西 我就该忍着 抱歉 我做不到 她要是光偷我的东西 或许我可以饶恕她 可她连孩子的东西都要偷 连我爸妈的东西也敢拿 她还有一点做人的底线吗 这样的人品 又怎配当我的长辈 敬着她呢 穆小薇哭起来 我就知道你看不起我 看不起我娘家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我问你 我妈呢 我妈在哪 林子瑜摸了一下说 被警察带走了 穆小薇崩溃了 尖叫着冲上去打林子瑜 你这个混蛋 你好狠的心呢 我辛辛苦苦为你生孩子 我还坐月子呢 你就报警撞我妈 你还是人吗 林子瑜没有动 也没有还手 就坐在那儿 冷眼看着她 韩茗玉一看儿子挨打 受不了了 急忙出手拦着 哎呀 小薇呀 别打了 这事也不能怪皮皮啊 不怪她怪谁 怪你吗 是你叫她报的警 对不对 因为太激动 小薇干脆连妈都不叫了 冲着韩茗玉大喊大叫 咬牙切齿地吼起来 更是把韩茗玉给气了个倒养 因为太生气了 韩茗玉也不客气地 立声说 你不用怪这怪那个的 要怪就去怪你妈 谁叫她手脚不干净了 那么大岁数的人了 居然跑闺女家来偷 这是当长辈能干的事吗 她要不要脸啊 沐小薇大哭道 我妈要是有钱 她能偷吗 不也是没钱逼的吗 我都答应你们会把东西要回来 你们也答应我不报警了 可为啥出人反而 你们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径 就是当长辈能干的事 住嘴 这事跟我爸妈没关系 是我报的警 林子余一看沐小薇把她爸妈都给怪上了 急忙出面喝着她 然而小薇现在正崩溃疯狂呢 哪听得进去啊 听到她男人哼她 她更气愤了索性喊了起来 跟你爸妈没关系 你敢说 你不是因为他们给你打电话才报的警 林子余 你当我是傻子啊 他们要是不给你打电话 你咋知道我妈拿你家东西了呢 这么明显的事你还想掩饰吗 当婊子还想立牌坊 累不累啊 这番言论 算是把她公公婆婆和丈夫一起都骂进去了 还骂得很厉害 林子余听了脸更黑了 她蹭的站起来怒道 沐小薇 你不想过了是不是 马上跟爸妈道歉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没等沐小薇说话呢 林洪伟就说 不用道歉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 带着他们娘俩回去吧 往后能不来尽量别来了 爸 对不起 您别生气 我叫她给您道歉 林子余一听她老爸说出这么伤感的话 心里难受极了 对沐小薇更加不满了 用不着 你们赶紧走 最好别再来了 林洪伟打断她 挥挥手 起身回自己屋去了 第1017集 韩茗玉也很不满意儿媳妇 她冷嗖嗖地看儿子儿媳一眼 转身也进了屋 客厅里就剩下林子余和沐小薇了 沐小薇激动地对林子余说 你爸你妈这是啥意思啊 我想要孙子了是不是 好 我这就抱着孩子走 往后我们娘俩这辈子都不登这个门了 有能耐 你一辈子别来看我儿子 这话表面上是对林子余说的 但其实谁都明白 这是在威胁她公公婆婆呢 不得不说 张万珍对闺女的洗脑还是起作用了 起码她已经知道用孩子来威胁公公婆婆了 可惜孩子不是她一个人的 除了她这个当妈的 人家还有个爸呢 听到媳妇这些话后 林子余本来就黑的脸更黑了 她怒吼说 你跟谁嚷嚷呢 你妈偷东西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你说把孩子抱走就抱走啊 儿子不光是你的也是我的 结果谁也不能把我儿子抱走 要走你自己走 没人拦着你 沐小薇听着丈夫正儿韵笼地怒吼 看着丈夫因生气而显得有些扭曲的五官 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这就是口口声声说 要爱她一辈子 照顾她一辈子的男人 这还没到一辈子呢 她刚生完她的孩子 还在坐月子呢 她就对她赶尽杀绝 不仅把她的母亲送进了监狱 还要夺走她的儿子 把她赶出家门 她好狠的心啊 沐小薇喊泪看着她 盯盯地看着 半嗓 才用颤抖的声音说 当初你追我的时候 还有两个男人同时追我 他们个个都比你有钱 比你对我好 可惜我瞎了眼 看上了你 不仅害了自己一辈子 也害了我妈 这是后悔了的意思 林子余见她 到了这个份上 还不知错 还责怪别人 甚至还怀疑 她之前对她的感情 不仅又失望又生气 气急之下 口不择眼地说 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 只要你愿意 我随时可以退出你的生活 但儿子也是我的 我绝不会放弃他的 文言 穆小微只觉得 自己的心 瞬间碎了一地 还是妈说得对 男人果然 都是靠不住的 恋爱的时候 说得千好百好 恨不得把心挖给她 恨不能为她去死 可结了婚 生了孩子呢 她还没人老猪黄呢 她就把她妈 送进监狱了 对她大吼大叫 还要跟她离婚 若有一天 她人老猪黄了 她还不得 把她赶出家门去 难怪妈总窜着她 多往手里还了点钱 多给自己 留一份保障 看来妈的话 果然是对的 可惜她之前 一直不信 也从未听进去 现在总算是知道了 穆小微痛了一阵子 定了定神 流泪说 孩子还在不入期 要是咱们离婚了 孩子会判给我的 林子余毫不联系地反击 你最好还是去 咨询一下律师吧 据我所知 像你这种 没有稳定收入的人 法院是不会把孩子给你的 因为你们无法保证 孩子的生活 儿子是从我肚子里 爬出来的 我绝不会放弃他 儿子也是我的 我也绝不会放弃 开明玉和林洪伟 坐在屋里 听着儿子媳妇 都闹得要离婚了 两人都没出去劝赫 这个儿媳妇 他们本就没有相中 现在看来果然不行 要是儿子 真想跟他离了 他们绝不会反对的 至于孩子 他们是一定要留下的 不然孩子 有这么个拎不清的妈 将来 也得让他给养残了 再说儿媳妇这么年轻 要是离婚了 将来肯定还得再嫁 他们可不忍心 叫他们的孙子 喊别人爸爸去 万一那个后爸 是个心眼子小 容不下人的 再虐待他们的孙子 可咋整 还不得心疼死他们啊 两人默默地听着 想着要是儿子 儿媳妇 真走到离婚那步 那他们一定 会为孙子而战的 但听到后来 皮皮不吵了 摔门走了 家里就剩下 穆小薇和小宝宝了 林洪伟虽然 撵了儿子媳妇 但这会儿儿子走了 他也不能 把儿媳妇自己 给撵出去啊 虽然儿媳妇不香话 但他现在正坐月子呢 他们当老人的 要是这时候 把他赶出去 怕是脊梁骨 都得叫人给戳折了 何况他们 也不是那么狠的人 所以这事儿 也就不了了之了 等到睡觉的时候 韩敏玉的气 也消得差不多了 他躺在被窝里 看着天鹏 许色了半天说 红伟啊 要不咱把案子撤了吧 不然小薇 都得恨咱们一辈子 你瞅他今儿 可看咱们那眼神 跟要吃了咱们似的 我还从来 没见过他这样子呢 林洪伟闭着眼 诞生说 就是把案子撤了 你当他就能好好 孝敬咱们吗 别做梦了 有那么个妈在后面 搅和着呢 咱们就是把心 扒给他吃了 他也不会感激咱们的 最后 还得是咱们对不起他 还得恨咱们 再说这案子 也不是咱们想撤 就能撤的 张万珍 偷咱们这些东西 太值钱了 不像是在早市夜市 市场 偷个一二百的东西 可以算是剽窃 只是治安案件 可以和解 他的数额巨大 算是犯罪了 哪能咱们说了算呢 那 小薇他妈 是蹲定监狱了呗 可以这么说吧 你也别过意不去了 那不是咱们的错 是他自己 咎由自取 怨不得咱们 咱们只要做到 问心无愧就好了 至于小薇咋想 往后咋对咱们 无所谓的 就算他不孝敬你 你不还有我呢吗 怕啥 这话说的 他名誉猝不及防 就被撩叨了 满心的担忧 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他抿嘴笑起来说 你呀 就会说好听的哄我 哄了我这么多年 我都让你给哄傻了 林洪伟睁开眼 低头 亲了亲媳妇的头发说 别谦虚了 我认识你那天 你就傻乎乎的 好不好 你个老东西 嘴里就不会说点好听的 海敏玉埋怨着 唇角却是弯弯的 人也情不自禁地 靠到他的怀里了 林洪伟搂着媳妇 心里也很满足 儿媳妇不孝算什么 他还有他媳妇呢 他媳妇对他最好了 他也对他媳妇最好 他俩彼此依靠 相濡以沫 就算没有儿孙绕妻 他们也永远都不会孤独 俩人相拥着 不大会儿就睡着了 第1018集 这一宿林子玉没有回来 穆小薇也没睡好 他整晚都在想 该怎么救他妈 想得他头都要裂了 心也难受得一咎一咎的疼 他妈都快五十了 在屯子里要墙了一辈子 老了老了 竟被自己的亲姑爷 送进监狱去了 让他和他妈情何以堪啊 就算是他妈不对 他也不能报警啊 都说爱屋己屋 他要是对自己 还有哪怕一丢丢的感情 也不至于把事做这么举啊 他有没有想过 他这么做了 他这个做妻子 做女儿的 会是什么心情 他有没有为自己考虑一点点 穆小薇捂着嘴 无声地哭起来 既是为他妈 也是为自己逝去的感情 是的 他已经感觉出来了 从他回到这个家 他就感觉出来了 他对他的感情 已经大不如从前 甚至已经没有感情了 就因为他在婚礼上 稍微有那么点任性 他就一下子变了脸 曾经的山盟海事 都成了空话 所谓的爱情 也不堪一击 男人啊 固然都是靠不住的 既然靠不住 那他就不靠好了 凭他的美貌 想过什么日子过不上 又何必苦苦地巴着人家 看人家的脸色 过日子呢 他不是没试过 第三下色的讨好 也试过委曲求全 扶低做小 但结果呢 人家还是不把他 放在眼里 但凡他们 把他放在眼里一点点 也不至于 因为他妈犯那点错 就把他妈往死里整啊 既然他们都瞧不起他 他对他也没感情了 那他还有啥可顾虑的呢 第二天早上 他起床后 收拾收拾 就要出去 哈敏玉看到他要外出 急忙阻拦说 你这是去哪儿啊 饭还没吃呢 再说你还没出月子呢 不能到外边吹风 穆小薇冷着脸说 我去看我妈去 我妈在看守所里 还不知道啥样了呢 我哪有心思 光想着自己啊 韩敏玉知道儿媳妇 这是在怨他们呢 也听出儿媳妇的话里 带着气 就忍着心里的不快说 要不我给你小姨父 打个电话帮你问问吧 你妈那儿要是缺啥少啥 我让匹匹给她送过去 用不着 她不对我妈落井下石 我就谢谢她了 哪还敢劳烦她大驾呢 穆小薇说话间 已经穿好了鞋子 打开了门 也不管婆婆乐不乐意 就静子走了 韩敏玉看着被儿媳妇 重重关上的门 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瞅这样啊 这是恨上咱们了 连孩子都不管了 就光顾着她妈去了 林洪伟不紧不慢地说 随她去吧 就她这愚昧的性子 咱们越劝她越来劲呢 还不如就由着她折腾去了 那我给皮皮打个电话吧 这孩子也是的 俩人闹矛盾了 不说留下来解决问题 不声不响就走了 走能解决问题吗 那得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要是你这种通情达理的 自然是该留下解决问题 但要是她媳妇那样的 越是留下 事就越多 与其这样 还不如让她躲出去呢 韩敏玉可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关于张万珍被抓的事 还是让皮皮跟她解释清楚得好 不然儿媳妇在心里记下了仇 往后想解开这仇怨都难了 所以韩敏玉不顾她男人的反对 坚持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林子玉接到她妈的电话后 情绪艳艳地说 妈 我这几天就先住我们自己家里 等过几天她情绪平复了 我再回去 不然现在回去 她指定还得闹 你现在不回来 你老丈母娘咋办呢 你不管了吗 提到老丈母娘几个字 林子玉的脸上 顿时浮出一抹厌恶 她黑着脸说 别跟我提她 她的事我也管不了 她进去也是她咎由自群 与我何干呢 可是你这样 小薇得多伤心啊 你们两口子以后 还得过一辈子呢 你这样真的好吗 妈 别再跟我说她了 行吗 林子玉很闹心 此时此刻 她多想亲口跟老妈认错 她错了 她后悔了 她不该不听家里人的话 执意娶这个 门不当户不对的媳妇 截这一门 尚不得台面的亲 要是人生可以重来 就是谁拿刀架着她的脖子 她都不会娶穆小薇的 打死都不娶 之所以这样 不光是因为穆小薇 毫无底线的八娘家 还因为她不明事理 是非不分 她很看不上 简而言之 她越来越发现 她俩的三观严重不合 她的婚姻 跟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连她期待的二分之一 都没达到 一想到日子 还要继续这样过下去 甚至还得这么度过漫长的一生 她就痛苦地不想面对了 韩敏玉听到儿子苦闷的声音 心疼了 就叮嘱了她几句 把电话撂下了 既然她现在还不想面对 那就不去面对吧 等她啥时候想通了 再啥时候回来也成 反正家里有她呢 怕什么 皮皮在自家住了下来 穆小薇也不去找她 连个电话也不给她打 依旧带着孩子住在婆婆家里 每天早出晚归的 也不知在忙些啥 连孩子都不管了 韩敏玉看着儿子和儿媳妇冷战 心里跟着着急 有心想插手 林洪伟又不让她管 她只能在旁边干着急 儿媳妇不仅跟儿子冷战 跟他们两口子也不大说话 就是她这个当婆婆的 主动跟她说 她也是哼哈的 待理不理的 这样过了十多天 穆小薇出月子了 出月子后 她就抱着孩子回自己家了 婆婆给她伺候月子 帮她照顾孩子 照顾了一六十三遭 一个蟹子都没捞着 最后还唠了一身的补士 韩敏玉已经看出 这个儿媳妇是个不可教的 也知道指望不上这个儿媳妇了 虽然挺伤心 但还不至于伤心过度 他们娘俩走后 她就跟林洪伟俩 带着西西家宝宝 去南方旅游去了 至于皮皮 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 她俩也是懒得 去操那份闲心了 两口子带着孩子 先去了深圳 在深圳那边 跟秀他们一家子会合 然后就在深圳住了下来 西西两口子 放年假后 也过来了 林过年的时候 林子余一家几口 也过来了 大家一起 在深圳过的年 就只有林子余一家没来 撒孩子来了两个 没来的那个 自然会被当妈的惦记 韩敏玉惦记林子余 就冲控给她打了个电话 想跟她打听打听近况 然而电话打过去 却一直无法接通 往家里的坐机打 也无人接听 韩敏玉打了好几次 从晚上打到早上 也一直没人接 韩敏玉有点慌了 赶忙给大姐和大姐夫打电话 让他们去皮皮那看看 结果高广斌到了皮皮家 却发现皮皮家门口 竟一滴的血迹 门上还贴着欠债还钱 休想赖账的字条 字条是占写写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铁袖色 看起来就慎得慌 高广斌吓了一跳 赶忙敲门 敲了半天 家里也没人 倒是把邻居给敲出来了 你谁啊 邻居探出头 小心翼翼地看着高广斌 像他是什么危险人物似的 高广斌忙说 啊 这位老哥 我是你家对门 这响两口的亲戚 他俩人呢 咋不在家呢 邻居打亮了高广斌几眼 似乎想证明一下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见高广斌一脸憨厚和气 不像是坏人 就小声说 哎哟 他们家出事了 你不知道吗 出啥事了 他们人呢 邻居指了指 地上的血迹说 借高利贷 把房子都压上了 到还钱的日子了 他们俩却还不上钱 这不 人家就找上门来了呗 第1019集 具体的情况 邻居也不大清楚 就只知道三天前 对门邻居家 来了一伙人 说是小林家 借了他们的钱 他们是来要钱的 林子瑜没借过钱 当然也不会承认 结果双方就吵起来了 吵着吵着就动手了 对方有好几个人 林子瑜不是他们的对手 撕打了几分钟后 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还是邻居帮着 把他给送到医院了呢 高广斌听闻事情的 前因后果 惊到 那他现在咋样了 在哪家医院呢 邻居叹息说 还在天坛医院里躺着呢 那伙人下手太重了 把泪巴都给踢折了 真是造孽啊 听到外甥 受了这么大的戳磨 高广斌十分着急 当下就给韩敏玉 打了个电话 把这个重爆消息 告诉了他 然后就骑着摩托 去天坛医院看人去了 韩敏玉听到儿子 遭了这么大的难 呼天汉地的 把林洪伟和撞着他们 都喊了过来 一家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提前结束假期 订了最近的机票 回首都去了 再说高广斌 骑着摩托车 风尘仆仆地 赶到天坛医院 在住院部的病房里 看到了尚且鼻青 脸肿的外甥 不由得有点心疼 皮皮 咋样了 还疼不疼了 林子一看到 从天而降的大乙父 很是吃惊 他怕被他爸妈知道 他受伤的事 跟着担心 所以家里人 他一个都没告诉 不知道大乙父 是打哪知道 他受伤的事的 我没事 大乙父 你咋来了 谁告诉你的 林子余的声音沙哑 一听就是伤活导致的 高广斌说 你妈给你打电话 打不通 就叫我上你家看看 结果就看着 你家门口那坛血了 你说你也是的 这么大的事 咋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这要不是我上你家去了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林子余苦笑说 这不是怕传到 我爸妈耳朵里 他们跟着担心吗 好容易一家人 出去过个年 大伙在一起 高高兴兴的 我可不想 再给他们添堵了 这一年来 他给爸妈添的堵 已经够多了 想想因为自己的婚姻 给爸妈带来的 那些麻烦 让爸妈跟着操的 那些心 他肠子都要毁清了 因此他决定 往后只要 能不给爸妈添堵 不管遇到啥事 就是再苦再难 他也自己撑着 高广兵听他这么说 脸一下子就绿了 他不安地 用手指头绿了两下头发 乐乐地说 哎呀 我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刚才去你们家 听你们家 邻居说你受伤了 我急忙就跟你爸 你妈打电话了 通知他们了 正说着呢 高广兵的手机响了 他接起电话 很快又把电话 递给了林子余 你爸的 林子余见瞒不住了 只好接过电话 林洪伟在电话里 听到儿子 沙哑疲惫的声音 心疼极了 开口抱怨说 你这小子 主意咋这么正呢 泪巴都叫人打折了 也不通知你爸 你妈一声 你这是翅膀硬了 不把你爸妈 放在眼里了 不是 爸 我这不是怕 你跟我妈惦记我吗 你们好容易出去度个假 我不想坏了你们的兴致 屁 我们度假重要 还是你的小命重要啊 这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是想让我跟你妈后悔死啊 对不起啊 爸 韩敏玉在旁边抱怨说 孩子都受伤了 你还枪他干啥 来 把电话给我 他抢过电话 泪眼汪汪的说 儿子呀 你现在感觉咋样了 还疼不疼了 大夫咋说的 林子余听出 老妈要哭得掉了 心里又难受又感动的 妈 我没事了 也不疼了 你别惦记了 紧糊弄我 泪巴都折了 还能不疼 你妈也不是没折过 那疼的 几天几宿都吃不好 睡不好的 韩敏玉一边说 一边心疼的流下眼泪 哭了一会儿 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对了 那伙人到底咋回事啊 你大乙夫说 你们借他们高利贷了 他们是不是故意 讹人的黑社会啊 你报警了没有啊 警察抓没抓到他们呀 韩敏玉在听到大姐夫说 皮皮被借高利贷的打伤后 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那伙人肯定是故意讹人的 他们家绝对不会借高利贷 听到老妈的话后 林子余沉默了 那会儿放高利贷的 找到他家讨债时 他也跟老妈一样的想法 不过帮人家拿出他们家的房本子 还有白纸黑字 牵着他媳妇大名 按着他媳妇手印的欠条时 他都惊呆了 整个人都傻了 那会儿穆小薇还在家呢 俩人还在冷战中 从打他回家后 俩人一直没说话 但到了那节骨眼上 他也不得不率先开口 询问之后他才知道 原来是穆小薇背着他 把房子抵押给这伙人了 押了四万块钱 而那些钱都被他填补他娘家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林子余差点气疯了 指着穆小薇的鼻子 把他臭骂了一顿 并眼正地告诉那伙 放高利贷的人 这钱他是不会还的 房子他也不会让给他们 理由很简单 按华国的法律规定 夫妻一方 比亚共有财产的时候 必须经配偶同意 并必须得有夫妻二人的 共同签字方能生效 而穆小薇借钱 根本没经过他同意 甚至他还完全不知道 要不是人家 收账地找上门来 他至今还猛在鼓里呢 因此林子余 坚决不承认这笔欠账 还试图 从那伙人的手中 把他们家的房本 抢回来 结果就引发了肢体冲突 然后他就被打伤入院了 冲突中邻居听到动静 帮忙报警了 只是没等警察来呢 那伙人就已经撤了 林子余也被送进了医院 这两天 他被伤痛折磨得寝食难安 生不如死的 哪还顾得上报警啊 妈 小薇她背着我借高利贷 林子余知道瞒不过 便把实情跟老妈说了 韩米玉听到 儿媳妇竟然偷着拿房产证 抵押借高利贷 还把借来的钱 都填补了娘家 还连了儿子 肋骨都被打折了 气得直拍大腿 作孽呀 这个败家媳妇 我真是昏了头了 怎么就答应让她进门了呢 妈 不怪你 是我昏了头 是我的错 林子余听老妈 痛心疾首的呼声 忍不住回了一句 韩米玉气有未消 她儿子都被打断肋骨了 她能这么快消气就怪了 她呢 你叫她接电话 我好好问问她 这是准备质问儿媳妇的节奏 从穆小薇进门 韩米玉还从没这么跟她生过气呢 这次真是被她气坏了 这要是在跟前 她非跟她打一块不可 妈 她不在 啥 你都这样了 她还不在你身边 那她去哪儿了 韩米玉难以置信地喊道 我让她抱着孩子 先去你家住了 她得照顾孩子 没精力照顾我 事实上 她之所以这么安排 主要也是不想看见她 曾经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的爱人 现在在她的眼里 看一眼都堵得慌 她情愿 叫同学和同事来照顾她 也不愿意 她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晃 第1020集 傍晚5点多 林洪伟家一家人下了飞机 出机场后 打了两辆出租车 浩浩荡荡地直奔天台医院而去 到医院时 韩明翠也在那里呢 自打丈夫告诉她 外甥受伤 她就赶紧跑过来了 一直守在这里 没回家去 进病房后 林洪伟和韩明翠 看到儿子面容憔悴 胡子拉叉 还瘦了一圈的样子 心疼得 肝都颤了 这帮天杀的 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子了 韩明翠都心疼哭了 林洪伟也红了眼圈 她坐在儿子身边 握着儿子的手 只是没像她媳妇那样 哭出来而已 儿子 你觉得咋样啊 还疼不疼了 没等林子玉说啥呢 韩明翠就带着哭腔说 废话 上进洞骨一百天 一百天之内孩子都得疼 何况这才几天呢 生完在拼床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 抚摸着儿子消瘦苍白的脸颊 你这孩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 也不告诉爸妈 你是要心疼死你爸妈吗 这要不是你大姨父告诉我们 我们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你说说你 都多大了 咋还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看着老妈生泪俱下的样子 林子玉的心也是酸酸的 想想爸妈这些年 为她操的心 对她的好 可她却一点都没有回报爸妈 还惊让爸妈跟着操心上火了 妈 对不起啊 以后我指定好好地听话 指定不让你们再跟我操心了 小爱说 那你打算咋办啊 你家的房子不是叫你媳妇给抵押了吗 你打算咋处理这事啊 林子玉急忙用胳膊肘捅过了小爱一下 示意她现在不要说这些话 皮皮现在正上火呢 提这茶有点不合时宜 小爱也意识到说这话不大妥当了 急忙话题一转 打听起小叔子的伤势来 林子玉看出大嫂故意拆开话题 就顺着她回答了几句 几句后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爸 妈 大哥 大嫂 我打算跟小薇离婚 林子玉沉重地说道 提起离婚二字 全家人都沉默了 都说劝和不劝离 照理说就是看在刚出生的孩子的份上 大伙也应该劝和劝和她 不叫她离婚 但是因为小薇的种种行为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 没说出劝阻她的话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 皮皮要是跟小薇过一辈子 那这辈子基本上没什么幸福可言 娶了个毫无底线的八娘家的媳妇 她要是不离婚 那这辈子就只能给老张人和小秀子 大功当努力了 要是穆小薇优秀 德才兼备也就罢了 好歹也算是有得有失 偏她无财无德 唯一拿得出手的也就一张脸而已 为一张脸当上一辈子的幸福不值得 见大伙都沉默了 林子余就知道大家的意思了 之前结婚的时候是我任性了 这次我指定拨乱反正 不会再糊涂了 林洪伟说 我们早就看出你俩不合适了 可又拗不过你 你现在要离婚 我们也不拦着 只是孩子现在才刚满院 还离不开娘 你现在提离婚 孩子咋办啊 想把孩子给她咋的 一听这个 韩敏玉急了 不行 孩子坚决不能给她 就她那拎不亲的性子 孩子要是跟了她 请等着得遭罪啊 西西说 但是孩子尚在哺乳期 这档口 法院好像不会支持你们离婚的 林子余也说 是啊 不会允许你们离的 就算允许你们离 孩子十有八九 也得归母亲 你可想好了 要是离了 很有可能失去孩子 林子余说 我会让她主动放弃孩子的 只是得需要点时间 现在跟大伙说这事 就是让大伙 有个心理准备 她可能得去找你们 谁借钱去 你们都别借给她 因为借了 就断不会还你们的 等于是打水漂了 大伙马上明白了 这小子 这小子大概是想用钱 来卡莫小薇 迫使她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虽说这个做法不咋地的 但是想到莫小薇的所作所为 皮皮这么干 也没啥对不起她的 当天晚上 林洪伟和汉民月亮 就在医院里陪儿子了 两人谁也没回家 谁也不乐意回去面对莫小薇 西西回去后 到底还是电机纸 就跑去她妈家里 看了一下 结果差点把她给割影死 莫小薇她爸和弟弟 不知啥时候来的 就大咧咧地 住进了她的娘家里 西西进门时 一下子就看见 木宝城脚丫子 搁在茶几上 窝沙发上吃东西的场面 看到西西 木宝城只抬了一下眼皮 就接着边吃东西 边看她的电视了 好像根本没把西西 放在眼里似的 西西气得翻了个白眼 静子走进屋里 这时 木小薇从厨房走出来 看见西西吃了一惊 你咋回来了 你不是出去旅游了吗 西西淡淡地说 皮皮受伤了 我们还哪有心情旅游啊 这不 全家都回来了 我爸我妈在医院里照顾她呢 提到皮皮的伤 木小薇的脸上浮出几分愧色 她有点不自在地说 她受伤了 本该我过去照顾的 可是你也知道 我家孩子太小 离不开人 正说着呢 门锁的声音响起 接着 木小薇的爸爸 木志国 拎着一兜子水果 打开了门 进门后 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 木志国争了一下 但马上就想起这人是谁了 哼 一个嫁出去的闺女而已 在这个家也算不得什么正经主人 木志国也没把西西放在眼里 她连个招呼都没打 随手把手里的水果放在了门口的玄关处 钥匙随手揣进了兜里 兮兮一看 妈家的钥匙竟然揣到了这个老家伙的衣兜里 这爷俩在他妈家 竟像在自己家一样 顿时气了个道样 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叔叔来了 我爸妈还不知道你们来了呢 要是知道了 肯定得回来陪陪你 我一会儿就给他们打电话 让你们到一起好好闹闹 这是在告诉他 他爸妈回来了 他这么大咧咧地住到人家屋里 拿人家的钥匙 好日子就要结束了 木志国听出他的意思了 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行啊 打吧 正好我还要跟他好好说道说道 保证他妈千里迢迢 来给你们家看孩子 看了一六十三遭了 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呢 他衣食糊涂 做了点错事 你们家咋能往死里整人呢 瞅你们干的事 还是不是人啊 嬉戏呵呵以笑说 木叔叔说的是张婶婶被抓的事吧 其实这事就是个误会 我爸我妈和皮皮 也不知道我家的东西 就是张婶拿的 要是知道的话 也不能报警啊 谁想到竟真是他拿的了 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 木志国被说得有点挂不住了 他老脸一红 突然梗着脖子对嬉戏吼起来 那些东西是我闺女应得的 我闺女给你们家生了个儿子 你爸妈却抠搜的啥也没奖励他 我们这当爸妈的替闺女抱不平 帮他把应得的东西拿回来 有错吗 嬉戏冷声说 捕蚊子取世为贼 不管有什么理由 都不应该不经同意 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下 随便拿人家的东西 这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 与旁的无关 怎么就无关了 我闺女吃了亏受了委屈 我们当爹妈的不替他做主 还谁替他做主啊 你爸你妈偏心都偏到 立巴缝子里去了 我们当爹妈的要不替闺女出头 我闺女还不得被你们给欺负死啊 欺负 谁欺负你闺女了 我爸妈又怎么偏心了 你这话是咋说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爸妈就是偏心你 想把那些好东西都留给你 啥也不给我闺女 就算我闺女给你们家生了孙子 你爸你妈这俩老糊涂 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倒是把你这个外家的闺女 当眼珠子看 哼 一个外家的闺女 他们给买这么大的房子住 我闺女生了你们家 唯一的男丁 却住个比狗窝大不了多少的小破屋 你们这是欺负谁 不谁树是咋的 慕之国斜眼看着西西 一脸的瞧不起 你也是的 明知道自己是外家的闺女 咋还好意思 管爹妈要这么大的房子住 这天天回来吃县城的 你爸你妈糊涂 你也跟着糊涂嘛 叫我看哪 有些人啊 就是不要脸 这要是换我闺女 我闺女指定干不出这事来 第1021集 真有意思 谁告诉你 我家的房子 是我爸妈给买的 我记得 我都告诉过你闺女了 我家房子 是我公公婆婆过世后 我男人卖了家里的老房子买的 我爸妈给添了点钱 但添的那点钱 远不及穆小薇家那房子值钱 而且我也不是白在我爸妈家吃的 解释到这儿 西西忽然想起来了 他为啥要跟他解释啊 皮皮都要跟穆小薇离婚了 穆小薇的爹算是老几啊 思极于此 他冷笑一声说 就算我白痴 就算我的房子 是我爸我妈给我买的 那也是我爸我妈对我的心意 不关你的事 咋不关我的事 木之国挥舞着大手 义愤填膺地说 我闺女嫁到你们家来了 又给你们家生了唯一的男丁 你们老林家的家产 将来就都得是我外孙子的 要是都被你咔着去了 我外孙子将来咋整 西西看着他那副 气急败怀的样子 就故意气他说 我爸我妈乐意搭我 我有啥办法 你要是不服气 有能耐去法院告我去啊 你 你简直不要脸 木之国一看西西承认 占老林家的财产了 气得眼睛都绿了 那可是他闺女的 也就等于是他的家产啊 他指着西西愤怒地说 一个外家的闺女 回来咔嚓娘家的钱 你也不怕你侄儿长大了恨你 你就不怕老林家的祖宗 在地下怨你 西西翻了个白眼 不无嘲讽地说 这是我的事 用不着你操心 你要是有这份险心的话 还是好好想想 上他找个靠谱的律师 帮你媳妇打官司吧 毕竟他偷了这么多钱的东西 要是没个好律师 怕是没个五年八年的 都出不来 提及这个木之国的表情 更扭曲了 他手指微颤 指着西西说 都是你们家干的好事 你还用脸说 要不叫你们害他 他能进监狱 西西不甘示弱地反驳说 你才不要脸呢 自己老婆做贼你不说 到赖上被偷的人了 是我们叫他偷东西的吗 你说谁做贼了 一直在沙发上 坐着当大爷的木宝城 忽然站了起来 直奔西西 像是要打人的架势 西西才不怕呢 冷笑说 谁被警察抓了 谁做贼了呗 这么脑残的问题 还用问吗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我妈 一句试试 木宝城指着西西的鼻子 立声威胁道 西西看着 那眼瞅着 就戳到自己鼻子上的手指 一抬手 啪地把那只手 打到了一边 怒斥说 收起你那套村霸的做派吧 这是首度 我是你们臀子 想在这耍横 你还不配呢 木宝城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又是被他爸妈 捧在手心里宠坏了的孩子 哪受得了这般挖苦 听到西西 讽刺他是村霸 又嘲笑他 不配在首都教训人 邓时气得失去了理智 想都不想 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光 西西被打了一个裂切 一头撞到了茶几上 也是寸境 刚好就撞在了茶几的脚上 撞得头破血流 西西捂着额头大叫起来 木小薇一看他弟弟 真动手打人了 又把小骨子给打坏了 吓了一跳 急忙呵斥他说 小宝 你干啥呢 咋还能动手呢 木宝城满不在乎地说 谁将他惹老子了 惹老子的人 就是这个下场 这回看老子配不配 在首都耍横了 木小薇也顾不上跟他掰扯了 急忙扶住西西道 西西啊 你怎么样了 疼不疼啊 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医药箱 用不着 西西捂着鼓鼓流血的额角 起身看着木宝城 和木制果道 你们给我等着 顾奶奶 要是能饶了你们 顾奶奶就不姓林 撩下狠话 他赶忙走了 他家就住在对门 他丈夫刘云 给他开门后 看见他头泼血流 吓了一跳 赶紧手忙脚乱地帮他包扎 包扎的过程中 西西就把木宝城 打他的事 给刘云说了 刘云一听木宝城那小崽子 打他媳妇了 气得脸都绿了 撸起袖子就要去揍他 他媳妇 他都舍不得 大声说一句呢 现在叫他给打成这样 他要是不出这口恶气 他还算是个男人吗 西西看他哄着眼珠子 要杀人的模样 就知道他在想啥 赶忙拽着他说 你可别冲动 现在是咱们有理 待会咱们想咋收拾他们 就咋收拾他们 要是你去打人了 就变成咱们没理了 到时候收拾不了 他们不说 没准咱们 还得让人家收拾了 说完站起身 拉着他的手说 走吧 咱上医院开诊断去 我有个同学在那 我让他帮我 把诊断写严重点 到时候 咱们就拿着诊断报警 看我不收拾死他们的 刘云听了 这才消了点气 但没能亲手 揍那个网包蛋 披他媳妇出去 也终究一难平 不过考虑到媳妇的意愿 他只能抱着孩子 带媳妇去医院了 到医院后 西西找到那个在急诊室上班的同学 把伤口又重新处理了一下 就是消消毒 再看看需不需要缝针 还好 虽然伤口看着挺吓人的 但并不深 包扎以下就好了 不需要缝针 西西暗暗地松了口气 他还担心会缝针会溶呢 之后在同学的帮助下 他住进了医院 还得了一份轻微脑震荡的CT 在之后 刘云就打了报警电话 完全是一副被害人家属 气愤痛心的语气 警察接到报案后来到医院 看到受害者 一脸上未退去的巴掌印子 又看到 缠头发的纱布上 阴晕的血迹 以及受害者家属 拿着的那张脑震荡的片子 便对受害者进行了询问 西西躺在病床上 有其无力地 把自己受伤的经过 跟警察说了一遍 讲述的过程中 还出现了干呕咳嗽等症状 警察调查完这边的情况后 就由刘云带领着 去了老丈人家 去抓穆宝成 这个尸包者去了 到了老丈人家 穆宝成一看 警察来抓他了 瞬间怂了 飞快地跑进卧室插上门 还威胁警察 他们要是敢破门而入 他就从窗户上 跳下去摔死 穆之果一看警察 来抓他儿子 也下马爪了 他不敢跟警察耍横 只能连连求饶 甚至还挡在 穆宝成的屋门口 给警察跪下磕头 宝成可是他的心尖子 命根子 可不能出的啥事 不然他也活不下去了 警察可不吃他这一套 一边拉起穆之果 一边向他提出警告 这位同志啊 你最好躲开 不要妨碍我们公务 不然的话 我们会依法逮捕你 穆之果哭咧咧地说 逮捕就逮捕吧 只要你们不抓我宝成 就是把我抓进去 关一辈子也成 刘云笑着说 谁说抓了你就不抓穆宝成了 他犯了伤害罪 你犯了妨碍公务罪 你们爷俩都得抓 谁也跑不了 穆小薇看到刘云 带着警察上门 抓他弟弟 气得眼泪直流 他怒视着刘云说 刘云 你也太过分了吧 咱们都是实在亲戚 你咋能这么欺负人呢 刘云冷冷地看着他 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 你弟弟打我媳妇的时候 你咋不记得咱们是实在亲戚呢 你那个时候干啥去了 穆小薇说 那都是幻感化赶到那儿的 再说是你媳妇先动的手 宝成也就只打了他一个嘴巴而已 你至于报警抓他吗 他还是个孩子啊 孩子 孩子就能随便把人打成头破血流 打成脑震荡 把人打住院了 刘云的眼神犀利起来 语气也格外的阴沉 当了这么久的亲戚 你看我啥时候 跟我媳妇大声说过话了 我对我媳妇大声说句话都舍不得 你那个流氓无赖弟弟凭啥打他 还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打成了脑震荡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打点滴呢 都这样了 你还觉得无所谓 不管穆智国多卑微多虔诚地求饶 也不管穆小薇多愤怒多不平 穆宝成还是被警察破门拽出来了 穆智国眼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 被警察给抓住了 彻底崩溃了 他跪着爬到两个 拉着他儿子警察的身边 抱着一个警察的大腿 嚎啕大哭着哀求 警察同志啊 警察同志啊 求求你可怜可怜我 放我儿子一马吧 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你们要罚就罚我吧 咋罚我都成 我求你们了 说着松开手 碰碰碰地 冲着警察磕起头来 把脑袋都磕流血了 刘允在旁边 冷眼看着穆宝成 这个怂货 居然就那么 唯唯懦懦地站着 看着老爹为他磕头做衣 一点男儿的血性都没有 简直就是个 外力内人的怂包 生出这样的儿子 还当着宝捧着惯着呢 刘允冷笑 这要是他的儿子 他宁可掐死丛生 也绝不要这种 不孝没有担当的种 警察似乎被穆治国 那如山的父爱 给感动到了 提醒他说 你求我们也没用 要是受害人不松口 我们也没有权利放你儿子 这句话 一下子点醒了穆治国 他马上掉转身体 又冲着刘允磕头 小刘啊 小刘 我家宝城不懂事 打了你媳妇一下 求你大人大量 看在咱俩家 是死在亲戚的份上 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叔求你了 叔给你磕头 说完 又冲着刘允磕起头来 磕得蓬蓬的 穆小薇看着他爸 一把年纪了 还低三下四地给人磕头 心疼地直哭 对刘允说 我爸都给你下跪磕头了 你们也差不多就行了吧 别把人往死里逼 行不行 刘允冷冷地看他一眼 对身边的警察说 不知道有些人 都什么毛病 总感觉自己膝盖和脑袋 多值钱似的 跪一跪磕几个头 就能心想事成 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好事 这几句话 就直接把他的态度表明了 他不接受道歉 打他媳妇的人 必须受到惩罚 因为刘允不肯松口 穆宝成还是被抓走了 看着儿子哭哭啼啼地 被带上了警车 穆之国的心都要碎了 挺大个老爷们 靠在门框子上 咧着嘴哇哇大哭 小薇呀 这可咋整呀 你妈叫人抓了也就算了 你弟弟可不能出事了 他要是出事 爸也不活了 老婆子被抓了 穆之国还真没着急 心中甚至还有几分 龌龊的窃喜 家里现在楼是楼 钱是钱的 儿子再有几个月就高考了 考完马上就走了 要是老婆子回不来了 凭家里的大楼和那些钱 他指定能找一个 年轻漂亮的女人 跟他在一起过 把家里又老又泼的母夜叉换了 换个温柔听话 年轻漂亮的 多美呀 当然了 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 并不敢表达出来 所以得知老婆子被抓后 他并没有着急上火 而是把家里料理妥当了 才不得不过来一趟 算是走个行事吧 他都想好了 要是能把老婆子捞出来 那就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勉强捞吧 要是捞不出来 他也算是尽心了 谁也挑不出他的毛病了 那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家里现在的一切了 对他媳妇 他就是这种可有可无的态度 但对儿子却不行 穆宝成是他的命根子 是他的全部 他情愿自己去死 也不愿意他儿子受一分一毫的伤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要是留下暗底 那往后的路可咋走啊 他很想保保城 可是他就是一个没啥能事的老农民 在首都这地界 他是两眼一抹黑 也找不着能帮他救儿子的人 唯一能说上话的人 也就只有他闺女了 小薇啊 你快点想个辙 快点把你弟弟给弄回来 他要是被判刑 被留了暗底 他这一辈子就完了 慕之国哭得大鼻涕挺老长的 眼睛都睁不开了 慕小薇看见一向严厉 不够颜想的老爹 哭成这样 心里难受得跟针扎了似的 他抹着眼泪安慰他说 爸 你别哭了 我先帮你处理下额头上的伤吧 你说说你 给他们磕啥头呀 把脑袋都磕破皮了 慕之国睁开眼 哭咧咧的说 你就别管我这脑袋破不破皮了 破点皮算个啥呀 你弟弟的前程就要完了 他前程要是完了 我还要这脑袋有啥用啊 我死了得了 慕小薇说 你别上火了 我一会儿就给西西打电话 求他饶了保证 不过还是先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吧 不然要是感染了就糟了 都说了不用管我这脑袋了 你弟弟要是救不回来 我这脑袋要不要都没啥用了 你也别一会儿打了 这就打 马上打 让他马上放了保证 慕之国极厚厚地说道 慕小薇被逼无奈 只好放弃了帮他处理伤口的念头 立刻给小姑子打了电话 可惜电话是打了 小姑子却不接 他打了一个又一个 一连打了几十个电话 小姑子就是不接 哎呀妈呀 这可咋整啊 他这是故意不接咱们电话呀 慕之国一看打不通 急得又要哭了 慕小薇连忙哄他 爸 你别急 他不接也没关系 我去找紫芸 让他帮我去求他妹妹 紫芸是他男人 是他儿子的爹 跟他也曾经真心相爱过 就算现在俩人感情冷淡了 但是他要是能放下身段 好好求求他 他应该不会见死不救的吧 慕之国忙擦了擦眼泪 要不我跟你去吧 我跟你一起去求他 他不太相信 他姑娘能把事办好 这丫头性子太软 到那万一人家不答应 几句话就能把人塞回来 他去了就不一样了 今儿个他豁出这张老脸了 待会儿到了那儿 他磕头也好 下跪也好 只要能把宝城救回来 叫他干啥都行 慕小薇本不想带他爸去 怕他爸到了那儿受委屈 公公婆婆有多疼小姑子 她不是不知道 如今小姑子被宝城打了 还打成脑震荡了 婆婆和公公肯定得冲他发飙 他是打算自己去求他们 由着他们在自己身上出气的 骂他也好 打他也罢 只要他们把气出了 他再给他们下跪磕头 求他们饶了宝城 估计他们看在孩子的份上 能答应 在一起相处这么久了 他知道公公婆婆和他男人 都是心软的 都吃软不吃肉 他是想牺牲自己来求他们 但是他爸非要跟着 他实在拗不过他 只好带着他一起去了 父女俩打了车 抱着孩子赶到了天坛医院 到了那儿 韩敏玉和林洪梅俩 正陪着林子余说话呢 看见慕小薇抱着孩子 带着他爸走进来 三口人齐齐地闭了嘴 转头看向他们父女俩 亲家 亲家 我教子无方 我对不起你们啊 没等老林家几口人开口呢 慕之国就蹭地窜出去 扑通一下 跪在了女婿的床前 哭着给亲家和女婿磕头 林洪伟和韩敏玉 一看慕之国这样 还以为 他在为慕小薇 抵押贷款的事 跟他们求饶呢 毕竟皮皮 就是为这事被打坏的 他能这样自责 也算是他良心为敏吧 林洪伟见亲家的态度很好 自己便也不再端着了 合眼悦色地说 慕老弟啊 起来吧 问是公共场所 这又贵又磕头的 可要不得 一会儿护士得来赶人了 慕之国却执拗地说 老哥 你要是不原谅我家宝城 我今儿个就不起来 干脆跪死在这算了 宝城 管宝城啥事啊 林洪伟被他这句话给整蒙了 慕之国抹着眼泪说 亲家 我家宝城刚才犯了个错误 他 他不小心把你家闺女给打了 说到后面几个字时 慕之国心虚地低下头 声音也轻得跟喃喃自语似的 林洪伟和韩敏玉却都听见了 两口子齐刷刷地变了脸 又齐刷刷地叫起来 把我龟丁打了 为啥呀 慕小薇一看公公婆婆扎毛的样子 急忙上前救火 爸 妈 你们别激动 其实也没多大的事 就是话赶话赶到那了 西西骂我爸妈 宝城上去跟他理论 因为宝城指着他 他就打了宝城一下 宝城气不过 就打了回去 其实就打了他一巴掌而已 没想到西西 没等他说出 西西没站稳 撞破了脑袋的事呢 韩敏玉就嗷的一声炸了 一向温柔老实的他 听到自己的闺女 被人打了一耳光后 气得头发都竖起来 理智傻的也跑到酒校云外去了 跟个魔老虎似的吼起来 你那个混混弟弟算老几呀 也敢打我闺女 当我闺女好欺负啊 以为我们老林家没人了是不是 老林 你这就给警察局打电话 咱报警抓他 林洪伟对女儿的疼爱 由胜妻子 听闻自己女儿被打 已经气得瞪圆了眼珠子 正要发话 就听到妻子 让他报警的声音 林洪伟二话没说 拿起电话 就准备报警 穆小薇一下地哭了 爸 妈 对不起啊 是我弟弟太冲动了 刘云已经报警 把我弟弟抓走了 听到穆宝成被抓了 韩敏玉咬牙笑起来 该 这个天杀的 就该让警察 把他抓起来下大狱去 林洪伟没说话 沉着脸 把电话打到了女儿的手机上 女儿的手机关机 不知是没电了 还是故意关的 他又把电话 打到了女婿的手机上 很快女婿接了 刘云啊 嘻嘻咋样了 林洪伟急气地问道 还在医院呢 不过没多大事 爸 你不用担心 都进医院了 还说没事呢 哪家医院 我去看看 林洪伟沉声问道 刘云犹豫了一下 也不知该不该 让老郑人来 其实他们之所以 一直留在医院没走 一是因为要装病 好让沐宝成受到惩罚 再一个也是怕回家后 被沐小薇纠缠 所以就打算 在医院住一宿再回去 老郑人给他打电话 问他嘻嘻的事 既然已经知道嘻嘻挨打了 他要是没猜错的话 这个消息 肯定是沐小薇 告诉老郑人的 他们不肯接沐小薇的电话 不肯原谅沐宝成 他们没办法 就只能去求老郑人他们 因此沐小薇和他爸现在 很有可能就在老郑人身边呢 因此他不能说 西西的病是装出来的 也不能告诉他 西西一点事都没有 不然被他们父女俩听去了 就前功尽弃了 刘云的意思是 不叫岳父岳母来了 他们还得照顾子鱼呢 再说他媳妇又不是真的脑震荡了 何必折腾他们一趟呢 正寻思着 咋跟老丈人说呢 西西一把抢过他的手机 对着手机哭咧咧地说 爸 妈 你们快来吧 我都叫那个小崽子 把脑袋给开瓢了 打成脑震荡了 大夫说 我得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呢 我好难受啊 你们快过来吧 林宏伟一听这个 顿时万箭穿心一般 蹭得起身拔腿就往外走 边走还边安慰他 好闺女 你别哭 爸就来 哎 你干啥去啊 韩米玉看他 没头没脑地往外走 急忙喊住他 你还没告诉我 咱西西到底咋样了呢 你这是要干啥去啊 林宏伟蹲住脚步 回头看着他媳妇一眼 又狠叨叨地 瞪着木之果说 我去看咱西西去 西西叫老木家那小子打坏了 脑子都给开瓢了 大夫说是脑震荡 得在医院住一段时间呢 一听闺女被打伤 还伤得这么严重 韩米玉一下子受不了了 啊 都打成这样了 不是说就打了一巴掌吗 咋还给开瓢了呢 还脑震荡了 这得下多重的手啊 他情不自禁地 脑补了一下 他闺女挨打的情景 一下子爆发了 他蹭地冲到了木之果跟前 抬手就往他脸上抓 你个缺德的扁毛畜生 我闺女长这么大 我都舍不得动他一个手指头 你们凭啥打他呀 还给我打医院去了 今儿个我跟你拼了 他边挠边骂 木之果想救儿子 寻思着要是被他装两下 让他出了这口气 兴许他就不能这么气了 兴许他就能帮他 劝他闺女不追究他儿子呢 这么想着 他就没有反抗 伸着脸由着他挠 韩敏玉正在气头上呢 下手也中 咔咔两下 把木之果的脸 愣是给挠开了花 木之果痛得呲牙咧嘴的 但是为了儿子 他没喊疼 更没有躲 只咬着牙硬撑着 任凭韩敏玉打骂 旁边木小薇 看见他爸被婆婆挠脸打骂 以下的受不了了 他冲过来 使劲地推了韩敏玉一把 大喊道 你凭啥拿我爸呀 又不是我爸打的人 你欺负他干啥 看我爸是农村人好 欺负是咋的 韩敏玉没想到 木小薇能来推自己 一个不留神 被他推得摔倒在地 摔了个四仰八叉 林洪伟急忙去扶他 林子余也想扶他妈 只是有伤在身 动不了 他躺在那 眼睁睁地 看着他老妈 被木小薇推得摔倒在地 气得脸都变醒了 木小薇 你疼么疯了吗 连我妈也敢打 木小薇听到林子余吼自己 又看到自己老爸的一张脸 被脑袋一条一框的 都出血了 心疼得眼圈都红了 就气愤地哭喊说 你妈拿我爸呢 你咋没看着呢 我爸我爸咋了 难不成 你叫我眼睁睁地 看着你妈 欺负我爸 我在一旁看热闹吗 林子余 欺负人也得有个度吧 我们凭啥就该力争地 站好了 被你们欺负 被你们打呀 木之国一看女儿 冲女婿发脾气了 忙说 小薇 别说话 亲家母心里不痛快 你让她打吧 只要她能原谅宝城 今儿个就是把我打死了 我也绝无二话 我呸 你想得美 海绵玉还在气头上呢 听到木之国这老东西 讨好自己 所以指着木之国说 你那缺德儿子 把我闺女都打地院去了 还想我原谅他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就是把你们爷俩 都亲得万寡了 我都不再原谅你们的 别呀 亲家母 保证他还是孩子 你这么大的人了 不能跟个小孩子 一般计较啊 木之国可怜兮兮的哀求道 韩明月说 整着眼睛说瞎话 你臊不臊得慌啊 你儿子都大老爷们了 还小孩子呢 小孩子能把人 打到医院去吗 亲家母 保证他 真不是故意的 他就打了兮兮一下 没想到兮兮就撞到茶几脚上去了 就把脑袋给撞破了 都是寸劲啊 木晓威说 妈 不是我偏袒 你给我闭嘴 没等木晓威说完呢 林洪伟突然打断了他 从你推他那一刻起 他就不是你妈了 我也不是你爸了 你记着点 别乱叫 木子威说 我是子虞的媳妇 子虞是你们的儿子 我不叫你们爸妈 我叫你们傻呀 林子虞冷冷地说 你真不用叫他们爸妈了 我跟你 或者说我跟你家 过不到一起了 等你过了哺乳期 咱们就离婚 离婚 我都跟你杀儿子了 你要跟我离婚 木晓威睁大一双性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林子虞说 你就是生条龙也白扯 我实在是受不了你们家 也受不了你了 咱俩离婚吧 我不理 我是不会叫我儿子 没有爸爸的 也不会让他 在单亲家庭长大 你想跟我离婚 门都没有 林子虞看着他 眼神里一丝温度都没有 你不想离 我也不逼你 就让法院来裁举吧 我相信 法院会给我一个 满意的答复的 韩敏玉和林洪伟 一听儿子挑明了 要跟木晓威离婚了 两口子都挺高兴的 不过眼下 他们急着去看闺女 就没时间表达 他们的兴奋之情了 为了让林子虞安全一些 林洪伟特意给 壮壮打了个电话 让他过来 陪着他弟弟 免得木家那爷俩使坏 至于儿子 到底能不能离婚 他们两口子 倒是没着急 自己家的孩子 啥样自己知道 皮皮从小 就是个有主意的 不然的话 也不会不通知家里 就跟木晓威领证结婚 现在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 要跟木晓威离婚了 那他们就好好等着就是了 以皮皮的性子 就算家里不推波助澜 他也肯定会把这婚离了的 壮壮来的时候 木晓威和皮皮还在吵呢 林洪伟和韩敏玉惦记闺女 就把皮皮交给了壮壮 俩人赶到西西住的那家医院 去看西西了 急匆匆地赶到女儿呢 女儿女婿正逗孩子玩呢 看到女儿一副 没事人的样子 林洪伟和韩敏玉的脸都黑了 你这丫头 不是说脑针当住院了吗 你咋还没事人似的呢 西西笑嘻嘻地说 这不是为了我哥装的样子吗 我要是不说我重伤了 老木家人能害怕吗 喂你哥 这跟你哥啥关系啊 韩敏玉一边问 一边打量着女儿脑袋上裹着的纱布 还有脸颊上隐约可见的掌印 西西知道他妈在想啥 就轻易地挽住了妈妈的胳膊 头靠在她的肩膀上说 妈 我没事 脑针当的片子也是假的 就是为了能给穆宝成定罪故意做的 你想啊 我哥不是说要跟穆小薇离婚吗 我估计穆小薇指定不能乐业礼 但是要是拿她弟弟进监狱这事来威胁她的话 她十有八九得中招 你是说 让我们去跟她谈判 以你告不告穆宝成为筹码 林洪伟道 对啊 还是老爸聪明 西西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林洪伟听了也觉得这是条路子 皮皮的婚肯定是得离 但是儿媳妇尚在哺乳期呢 孙子还小 要是离婚的话 孩子很有可能会被儿媳妇夺去 这是她不愿见的 要是有办法 能胁迫住穆小薇和穆治国 他们大概就能自愿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那样的话 他们不就不用担心孩子被带走了吗 林洪伟陷入了沉思中 主要是在考虑该怎么跟穆治国交涉 怎么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思虑了一番后 她带着韩茗玉又回天坛医院去了 反正闺女这边也不是真受伤 就别在她这儿浪费时间了 赶紧回去照顾儿子吧 两两口赶回天坛医院时 没等进病房呢 就被穆治国神秘兮兮地给染下了 亲家 咱们做一笔交易吧 她开门见山道 林洪伟冷吃一声 满脸的鄙夷 交易 你拿啥给我们交易啊 穆治国说 你们家是不想要我闺女这个儿媳妇了吧 我可以保证我闺女跟你儿子离婚 还把你孙子留在你们家 但是呢 你们得保证不再追究我儿子了 把我儿子从警察局给救回来 另外 我闺女前段时间 借的那笔高利贷 你们负责还了吧 我们家没钱 就是要我们的命 我们也还不出来 面对这两个磕磕的条件 林洪伟毫不犹豫地回答 行 就这么办吧 第124集 穆小薇并不想离婚 虽然她现在 对林子瑜有很多不满 两人之间的感情 也不复从前 但她并没有想过 要跟她离婚 毕竟俩人已经有孩子了 她不想让孩子 在单亲家庭长大 而且像林子瑜条件 这么好的男人 她也不容易再找到 所以林子瑜 跟她提及离婚的事后 她想都没想 就一口拒绝了 而且不管林子瑜怎么说 她就是不肯离 林子瑜是个降脾气的人 认准的事很难回头 穆小薇不肯离 她却坚决要离 两人就在病房里 唇枪舌尖地争执起来 一直呛呛到林洪伟和韩明玉回来 林洪伟和韩明玉进屋后 穆之国也跟着进来了 她一进门 就把穆小薇给叫出去了 韩明玉看到林子瑜 一副眉头紧锁 阴欲冷缩的样子 转头问大儿子 皮皮这是咋了 咋还气囊囊的呢 林子瑜摊开手说 要跟穆小薇离婚 谈崩了 穆小薇不肯离 文言林洪伟笑了 那就不用谈了 穆小薇肯定会主动找你离的 你就等着好了 林子瑜抬起头不解地说 你咋这么说呢 我刚才跟她谈了半天 她都不肯呢 韩明玉说 她不肯 她那个爹肯啊 她哪件事 不听她家里的调停啊 你就等着吧 她肯定会答应的 林子瑜恍然大悟道 穆之国刚才出去 赌你们了吧 怪不得皮皮 跟她闺女吵架的时候 她溜出去了呢 原来是找你们谈条件去了 是啊 跟我们谈了 只要我们不追究她儿子 再帮穆小薇 把她欠的高蕾带还上 她就让穆小薇跟皮皮离婚 孩子还归咱们家 韩明玉高兴地说 其实这场交易 她最高兴的地方 就是能把孩子给他们家 要是穆小薇执意 不肯放弃孩子 那这婚就难理了 他们可不放心 把他们家的孩子 交给那么不靠谱的妈 林子瑜听到这话 没说什么 也没什么表情 虽然她想离婚 也执意要离婚 但是一想到 她儿子以后就没有妈妈疼了 她还是很心疼的 但是不管怎么心疼 这个婚还是必须得离 不然以后不光是她 就连儿子都得被穆小薇 打包卖给她娘家 她算是看出来了 穆小薇为了娘家 啥事都干得出来 而她娘家那些不要脸的东西 会抓住穆小薇的这一特点 往死里炸他们 补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 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为了以后的幸福 这个婚非离不可 林子瑜说 皮皮啊 要是你现在就离婚 那孩子咋办啊 孩子还在哺乳期呢 你总不能为了离婚 就让孩子喝奶粉吧 那奶粉的营养 跟母乳的营养 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孩子还小 母乳喂养 对孩子的身体发育 至关重要啊 你可要三思啊 林子瑜说 我打听好了 咱首都现在有专业奶妈 我帮孩子找个专业奶妈奶她 不会委屈她 喝奶粉的 哼 连这都打听好了 看来 你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跟我离婚了 穆小薇突然进来了 刚跟她爸谈完话 进门之前 恰好听到林子瑜说 找奶妈的事 穆小薇不由的 又气又委屈 虽然她已经决定 听她爸的了 但她私心里 对林子瑜 还是有几分不舍的 然而这几分不舍 还营绕心头呢 就听到林子瑜 已经把孩子的奶娘 都给找好了 可见 离婚的决心有多大了 让她感到无比的 愤怒和痛心 男人啊 绝情的时候 比谁都狠 亏着她 还舍不得跟她离婚呢 整了半天 她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穆小薇走进来 嘲讽地看着林子瑜说 既然你都已经 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了 我也不会死皮赖脸地 缠着你 天底下 也不就只有你 林子瑜一个男人 你说啥时候离吧 你说啥时候离 咱就啥时候离 不过 你要快点把我弟弟放出来 不然 我不会让你们如意的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 她还故意看了眼公公婆婆 眼里已经全然没了 往日对公公婆婆的敬意 而是充满了愤怒和敌意 在她的眼里 公公婆婆就是毁掉她 幸福婚姻的恶人 子瑜就是听了 她爸妈的挑唆 才会那么对待她妈 才会心心念念地 要跟她离婚 到了这个地步 她也完全没必要 敬着他们了 林子瑜说 爸 你让我找人 在民政局 要两张卡完戳子的 离婚协议单子吧 要出来了 我俩就能离了 林洪伟立刻掏出电话找人 他是在社区上班的 平日里跟民政局的人 没少打交道 所以在民政局也有认识的人 不到一个小时 就有人带着两张卡了戳子的离婚协议单 来找林洪伟了 林子瑜和穆小薇俩 就孩子的监护权和探视权争论了一会儿后 终于达成了协议 协议规定孩子抚养权归林子瑜 穆小薇又随时探望孩子的权利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 林子瑜不许结婚 谈恋爱也不可以 必须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 要是他违背了这项规定 穆小薇就有权把孩子带走 另外按照之前说好的 穆小薇欠下的那笔高利贷 由林子瑜偿还 之前给穆小薇的彩礼 首饰和钱等 都不许再往回要 林子瑜还要给穆小薇一万块钱 作为离婚的赔偿 签好离婚协议后 俩儿在协议上按了手印 至此 两人的这段婚姻算是画上的句号 看到儿子终于离婚了 林洪伟和哈美玉都欣慰不已 这个儿媳妇 他俩一开始就没相忠 一开始就不同意 都是儿子一意孤行 才不得不娶回来的 后来发生的种种证明 这个儿媳妇 不是一世一家的那种女人 娶了这样的女人 不光儿子倒霉 他们全家都得跟着倒霉 好在儿子及时醒悟 拨乱反正 及时止损 就算在这种婚姻中 家里损失掉了不少钱财 但跟儿子后半生的幸福相比 损失点钱也值了 穆小薇拿到离婚协议后 抱着孩子哭了一场 就带着离婚协议书 毅然离开了 是跟她爸去拘留所 接她弟弟去了 因为离婚协议刚签完 穆之国就迫不及待地催促林洪伟 快打电话放人 林洪伟是个说话算数的 既然穆小薇都如约离了婚 她也自然不会食言 马上给女儿女婿打电话 让他们撤回对穆宝成的追究 请警察放人 穆宝成在拘留所待了好几个小时 吓得都要尿裤子了 好在在她崩溃之前 她老爹终于用女儿的婚姻做代价 把她给捞出来了 出来的刹那 穆宝成抱着她爸大哭起来 穆之国看到儿子吓成这样 也心疼地跟着哭起来 穆小薇也哭了 为她的婚姻哭的 也是为她那个还未断纳的儿子哭的 一想到再也不能随时 看见她那白白胖胖的儿子 儿子从今晚后 就要吃别的女人的奶了 渐渐地就跟她不亲了 她的心就如刀绞般地疼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爸说得对 老人家人看不起她 他们家也跟他们家做仇了 她就是死皮烂脸的不离婚 留在人家家里 又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还不是天天看人家的脸色 夹着尾巴做人 她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她也想成功 也想有一番事业 也想像大嫂一样 风风光光地做人上人 她想还不如趁此机会离开 然后想办法干一番事业 等她事业有成了 也有钱了 老林家人 肯定会对她另眼相看 到那时 再也不会有人瞧不起她 更不会因为她拉扯娘家 就给她脸色看 相反 他们都得看她的脸色过日子了 想想那样的人生多爽啊 她要是恋着孩子 还留在家里当黄脸婆 那样的日子 一辈子都不能实现 她必须趁着自己 年轻漂亮的时候 干出一番事业来 在趁着年轻漂亮的时候 风风光光地回到老林家去 让他们对他们曾经 对她的轻视感到懊悔 也让她重新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的价值 这就是她离婚协议里 为啥添加林子瑜不许结婚 不许谈恋爱的目的 说白了 其实她还是不想离婚 但到了今天这步 不离也不行了 她也只能以退为进 走现在这一步了 之前她去找过林子瑜的小姨 想进霍瑶的电影公司拍戏 当大明星 挣大钱 那会儿小姨都答应她了 但是现在她跟林子瑜离婚了 小姨答应她的事也肯定泡汤了 但是她进娱乐圈的念头并未打消 小姨那不行 指望不上了 她就去求大嫂 当初她帮大嫂看了好几个月的孩子 周里俩一直相处得还行 这会儿她落难离婚 求大嫂带着她 大嫂不会不同意的 揣着这样的心思 她离婚第二天 就给大嫂打了电话 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嫂说了 大嫂一听 前周丽要跟她一样当明星 想拍戏 急忙劝她 小薇啊 你既没许个表演 也没有拍戏的经验 最好还是别进这行了 这行不缺人 多少长得漂亮又有演技的 在这行混了多少年 都一无所成呢 你要是想干事业 还不如干你的老本行 去开家小饭店呢 然而穆小薇已经认准 拍戏这个门了 在她看来 干别的都不如拍戏的好 拍戏既不需要本钱 也没有赔钱的风险 搞好了还能名利双收 受大家的追捧和羡慕 多好啊 木小薇盘算得挺好的 可是抹破了嘴皮子 大嫂也不肯帮忙 小爱之所以不帮她 倒不是因为 她跟林子余离婚 人走茶凉了 而是因为她 并没有表演的经验 让一个没学过表演 没有一点表演经验的人 去拍电视剧或电影去 这不是祸害人家剧组吗 拍一部戏不容易 除了要投资大量的资金外 还需要很多人 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可以说 每一部电视剧或电影 都是由大家的心血 凝聪聚而成 她不能为了木小薇的 一己私怨 就坏了大家的劳动成果 木小薇被大嫂拒绝了 她很沮丧 也很伤心 但是当明星赚钱 是她能想到的最好出路 也是她唯一的翻身机会 所以便是大嫂拒绝了她 她也依然不死心 半个月后 韩敏秀一家 从深圳回来了 回来之前 韩敏秀就已经知道 林子瑜离婚的事了 对于外甥离婚这事 韩敏秀持赞同的态度 木小薇虽然人不坏 但她太没有主见 太拔娘家了 娶了这么个媳妇 就等于娶了媳妇一家 这辈子都得被他们家 咔扯吸血 与其这样 还不如离得干净呢 这要是她儿子 她也肯定支持离婚 虽然她有钱 也供得起儿媳妇娘家 但事儿不是那么回事 谁愿意当那冤大头 白白养活他们一家子 回来后没几天 前外甥媳妇就找来了 哭哭啼啼地求她 让她帮着进影视公司 穆小薇来的时候 本没报多大的希望 毕竟她已经跟林子瑜离婚了 她也不是她的外甥媳妇了 人家拒绝她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个潜姨婆婆 却没拒绝她 还主动提出要给她找一家电影学院当旁听生 让她好好地学习演技 用潜姨婆的话就是说 你想要拍戏光长得漂亮不行 还必须得有演技 这两样都有了 你都未必能红 要是缺少一样 那就更不行了 你有就别做那明星梦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除非你爸是李嘉诚 穆小薇想想 觉得姨婆说的也有道理 就信任答应了 韩敏秀给她找的是 重庆大学美式电影学院 去年新开的一家影视学校 是重庆大学和香港美式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即美式广播电视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共同投资 经教育部批准创建的影视艺术学院 很正规也很不错的一家电影学院 穆小薇要是有演艺方面的天赋 在这里学习 她的天赋肯定能被揭发出来 没准她还能真的成为小明星呢 给她安排到重庆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那就是希望她的生活重心离开首都 也省得她经常回去打扰二姐家的生活 穆小薇接受了韩敏秀的安排 很快就离开首都去重庆 展开她的新生活去了 她走了 韩敏秀也松了口气 终于不用担心 她三天两头地来家里看孩子 把孩子引逗的哇哇哭了 穆小薇和林子余的婚姻彻底结束了 林子余带着孩子又搬回了家里 原来那所房子被家里赎回来后 就拾得拾得租出去了 她也不愿意再回那个家去了 没有穆小薇的日子虽然寂寞 但是因为有孩子在 那种寂寞很快就被孩子成长的点滴所稀释 都说小孩子愁生不愁长 仰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那可爱乖巧的样子 便是有多少烦心事也不算个事了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 转眼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一年的时间里 穆小薇一次都没回来过 她一直留在重庆学习和生活 虽然她也很想念孩子 很想回来看看 但是重庆离首都甚远 回来一趟路费也不便宜 她没有钱回来 所以只能把对孩子的思念和爱 深深地藏在心底 就等着自己红的那天 再风光回去 这一年的时间 蔡文感一直试图联系小五 但是小五就是不回应 她已经生了 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小秋觉得妹妹一个人 拉着孩子太辛苦 也不想妹妹一直单身 思来想去后 就决定把妹妹送回内地 让她跟蔡文感团聚 她的意思就是 别把人以棒子打死 既然蔡文感一直在寻找小五 就证明她把他们娘脸放心上了 不然你们走就走呗 走了我再找个女人不就完了吗 但是她没有 这一年多的时间 她一直顶着哥哥嫂子的冷漠武士 顶着小四的挖苦指责和自己的武士 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小五和孩子 可见小五和孩子在她的心中 还是很有分量的 既然这样 为啥不给她一次机会呢 经过这么久的分离 相信她一定已经受到教训了 往后再也不能 任由她爸妈欺负小五了 所以她把小五叫回内地后 就把小五回来的消息 告诉了大哥和嫂子 让大哥和嫂子 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妹夫 算是给她个机会 霍建峰和汉梅秀 也同意小秋的想法 蔡文杆是没处理好 家人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是她人并不坏 他们之间的矛盾 也不是不可调和的 要是能让他们和好 继续好好一起过日子 他们也是愿意的 于是蔡文杆很快就知道了 小五在深圳的消息 得到信后 她赶紧收拾收拾 就急匆匆地奔深圳去了 至于她爸妈 老两口早就回福建去了 就是因为他们 而媳妇揣着仔跑了 儿子嘴上虽然不说 但是他俩看得真凉的 儿子生气了 对他们不满了 从前下班回来 总是跟他们坐在沙发上 谈天说地的 好不热闹 现在下班回来 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就悄默声地回到自己屋里 也不跟他们说话 不到不得不说的时候 他一个字都不跟他们说 老两口子明白 儿子这是怪他们呢 两人都很委屈 明明是儿媳妇不嫌慰不懂事 不知道尊重老人 孝敬长辈 怀着孩子还离家出走 这样的媳妇有啥好的 他咋就非得在 他那一棵树上吊死呢 老菜头也曾想跟儿子唠唠嗑 把道理跟他讲讲 但是刚开口 他儿子就明确地告诉他了 他这辈子 就认小五这一个媳妇了 他不贤惠也好 认性也罢 他都认了 从前是他没照顾好他 对不起他 让他受了委屈 往后要是还有机会 他一定好好照顾他 指定不会再让他 伤心受委屈了 儿子把态度跟他表明了 这是要跟儿媳妇 占一个占好的意思啊 老菜头巴达巴达嘴 越品越觉得不是滋味 好吧 既然你觉得你爹妈 让你媳妇受了委屈 你觉得对不起媳妇 那我们走成了吧 老两口赌气冒烟地走了 他们还以为 儿子会挽留他们呢 结果儿子连客气 都没跟他们客气一下 他们上午提出要走 他下午就帮他们 把车票给买回来了 车票都买回来了 他们还能不走吗 不走的话就丢了身份了 无奈之下 老两口只好离开了 繁华的首都 回福建老家去了 回去后老两口还怀着希望 希望儿子能良心发现 后悔让他们回去 希望儿子能再把他们 接到首都去 让他们过城里人 吃香喝辣的好日子 可惜从他回去到现在 儿子一次都不提 让他们去首都的事 甚至还把那两居室的房子 给退了 跟别人合伙租公寓去了 这下子不光是他们去不了了 连他们小儿子 也不得不自己 出去找地方住去了 因为小五的事 蔡文杆真的生他家里人的气了 这一年多的时间 也没怎么跟他爸妈联系 连过年都没回去 就只给他们用了点钱 全当是他做儿子的一片孝心吧 第126集 蔡文杆匆匆地赶到深圳 如愿地见到了小五 久别重逢 看到分别一年多的妻子 蔡文杆十分激动 特别是看到妻子身边 多了那肥肥白白 小小嫩嫩的一只 蔡文杆更加激动 挺大个老爷们 竟然激动得眼圈通红 差点当着大姨子和脸金的面 哭出来 也幸好有小秋和马林军在场 不然他指定板不住得哭 日夜牵挂惦记了他们娘俩一年多 终于如愿见到了 她能不激动吗 小五见到他后倒是很淡定 至于他心里咋想的 别人就不知道了 至少表面上看着挺平静的 像已经不在乎蔡文杆 不拿他当回事儿似的 蔡文杆也顾不上他老婆 对他冷脸了 见到他们后 就激动地冲过来 就把他们娘俩抱在了怀里 一个劲地说 老婆 老婆 我来了 儿子 爸爸来了 来接你回家了 小秋和马力军 看到他这副激动的样子 就起身离开了 把房间留给他们三口人 让他们三口 不 确切地说 是他们小两口 让他们小两口 四只眼睛到一块 把话说明白了 往后俩人的日子该咋过 还能不能过了 最好一次说清楚了 小秋和马力军离开后 都没用小五开口 蔡文杆就主动说 老婆 我错了 你哪错了 我不该处处压着你 让你迁就我爸我妈 是我对不起你 你走了 我就后悔了 老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往后我再也不这样了 对了 我爸我妈已经回去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 让你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 老实在说 我之所以没跟你说一声 就离开家 是因为我觉得 咱俩已经过不下去了 你现在说的倒是挺好的 说什么对不起我 什么以后 不让你爸妈 跟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可是万一你爸妈 来咱们家了 非得要跟咱们一起生活 你还能把他们推出去咋的 这就是问题的根结所在 你是个孝顺儿子 永远没有办法 做出拒绝你父母的事 而我 也实在跟你爸妈 过不到一块去 不是我不孝顺 而是你爸你妈的思想有问题 他们的思想和观念 还停留在封建的社会呢 总觉得 当儿媳妇 就应该第一三下四地 伺候公公婆婆 就该啥都顺着婆家 被欺负了也不能吱声 就该忍着 受着 只能吃苦干活 不能享受人生 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了 我可做不到 那么贤良淑德 下辈子都做不到 蔡文感忙说 老婆 我爸我妈 不会非得要跟咱们过的 我家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不还有我弟弟呢吗 爸妈对我弟弟 一向比对我好 就算他们没名说 我也看得出来 他们肯定更希望 跟我弟一起生活 要是他们非要跟你过呢 你咋办 我情愿给他们雇保姆 让保姆照顾他们 总之 我不会再让他们影响咱们的生活 我要跟你们娘俩一起过 跟你一起抚养儿子长大 我要亲眼看着他长大 亲自陪伴他长大 我会努力工作 使劲赚钱养活你们娘俩的 看着他信誓旦旦保证的样子 小五的表情稍微有点缓和了 你要是真想跟我们娘俩一起过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至于你要不要这个机会 那就看你了 要 要 我一定要 什么机会 老婆你说 蔡文杆殷勤地问道 小五说 我打算搬到台岛去 在台岛待了一年多 我已经适应那边的生活了 我很喜欢那边的环境 也喜欢那边的文化 我打算在那边开一家小饭馆 四姐夫已经答应投资 我的小饭馆了 而且还答应帮我把户口身份 牵到那边去了 要是去了台岛省 她公公婆婆 就是想跟他们一起过 也不可能了 这样她就能安安稳稳地 过她的日子 享受她的人生了 所以她在回来之前 就已经下定决心 要搬到台岛去住了 蔡文杆听到她的打算 犹豫了一下 不自在地说 那我到那边能干啥呀 那边有打金手势的吗 小五城市的摇摇头 我没看着有打手势的 不过就算没有打手势的 也没事 咱可以转行啊 你长得这么高这么壮 可以去当保安或者保镖 正好四姐她爷爷公公 招保镖呢 要不你去试试 蔡文杆犹豫了 为难地说 我行吗 我没当过保镖 不知道该咋保护人 也不知道该咋伺候人 四姐她爷爷公公是大老板 咱们是穷亲戚 凑到人家跟前 真的好吗 小五冷冷地说 那就要看你想不想做了 你要是想做的话 就一定能好 要是不想 那说啥都白费了 这算是刚他以下吧 蔡文杆急于和老婆孩子团聚 也急于和老婆和好 所以小五说完这番话后 他就拍着胸脯 要去用聘了 看着他那副 慷慨激昂的样子 小五不仅偷笑 瞧 男人果然都是幼稚的 他这么一刚他 他就直接跳过 想不想去台岛 直接过渡到 能不能去给苏老爷子 当保镖了 要是能把他带到台岛 就再也不用担心 被他的家人骚扰了 他请愿出钱 哪怕多出点钱也成 只要他爸妈 不过来掺和他们的生活 多少钱他都乐意出 蔡文杆答应后 小五马上找他四姐和四姐夫 在他四姐夫苏宣池的帮助下 三个月后 他们三口人就成功地拥有了台岛的户口 然后就收拾收拾 去台岛生活了 蔡文杆怕他爸妈不统一他去 都没敢跟他爸妈说 直到他们在台岛安顿好了 才往家里寄了封信 把他们的情况跟他爸妈说了 他爸妈一听 他搬到台岛去了 气得呼天喊地的 差点撞墙 台岛虽然离他们莆田很近很近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 他们不能随便去那 而儿子搬到那了 也轻易不会回来了 他们的儿子啊 算是白养活了 第1027集 蔡文杆的爸妈 原想着优良儿子给他们养老 等到他们老了 东探不动那天 能有两个儿子 在病床旁事后左右 两人的晚年 肯定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然而天算不如人算 已经养大成人的儿子 突然就走了 他们老两口子的养老计划 被破坏了 虽然他们还有一个小儿子 但是小儿子远不如大儿子踏实 又是个不乐意干活的 要是把他们将来养老的担子 都放在小儿子身上 小儿子肯定不会乐意的 他俩也不乐意让小儿子 完全负责他们的晚年生活 不行 都说养儿防老 他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绝不能就让他这么走了 为了能老有所医 老有所养 老菜头老两口 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开始的时候 一天一封信地往抬刀绳写 逼儿子回来 写了几个月 那些信如石沉大海般 儿子没回来 信也没回一个 老两口一看 威逼不成 就换了个套路 采用装病的卑劣手段骗儿子 想把儿子给骗回来 蔡文感接到老家的来信 说他妈病了 快不行了 还真信了 收到信后 就跟苏董事长请假 要回家照料母亲 小五却不信 他拦着蔡文感 叫他给村里要好的朋友 打电话问问 要是婆婆真病了 病入膏肓的话 那他也不拦着 还会抱着孩子 跟他一起回去探望 但要是假的 那就对不起了 他们在这边 好容易安定下来 蔡文感如愿地 在苏老爷子身边 当了助理 他也如愿地 开了一家小饭馆 还雇了两个人 放管的生意不错 蔡文感的工资 也很喜人 俩人的生活 好容易步入正轨 可不想因为 不值得的事 破坏了 蔡文感被老婆 这么一提醒 觉得他妈 还真有可能 出这种事 于是就给村里 一个要好的朋友 偷着打电话 问了下 这才知道 他妈根本就没病 昨天还去山上 放养了呢 明白了是他妈 在整幺蛾子 蔡文感当然 不会再上当了 他当即打消了 回老家的念头 继续留在台岛 安稳地 过他的小日子 台岛这边 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两口子久别重逢 很快就又孕育了 一个小生命 小五摸着自己的肚皮 欣慰不已 他只希望这样 安稳宁静的日子 能继续下去 不求大富大贵 只要他们一家人 能够在一起 平平静静地 过日子就好 韩敏秀知道 他们会一直 安稳度日的 因为上辈子 直到他死 台岛和内地 还不能随便 走动往来 所以他公公婆婆 是没办法 跑到台省 跟他们一起 过日子的 顶多也就是蔡文感 偶尔回去一两趟 看看他们 给他们点钱时 小五不是小抠小摸的人 只要公公婆婆 不来打搅他们的生活 就是往他们身上 搭点钱 他也乐意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2002年年底了 这一年 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在广州顺德那边 很多百姓 都得了一种怪病 得上的人 发热寒颤 伴随着头痛 肌肉酸痛 腹泻和全身乏力等症状 这种病的传染性极强 一个患者 和正常人坐一起 聊会儿天 正常人就可能被传染到 要是两人 有过身体的接触 比如说 握手和拥抱 那就十有八九 会被传染了 这种怪病突然爆发 搞得全国百姓 人心慌慌的 因为这种病的传染性极强 专家又说 可以通过飞沫传染 所以大家 纷纷戴上了口罩 一时间 口罩成了抢手货 全国各地的药店 口罩都抢光了 这档口 想买口罩 比买UFO都难 口罩的价格 一度被炒到了 五元一个的天价 韩明秀的厂子里 囤积着大批的口罩 数量多达几亿只 这些口罩都是厂子 这几年积压下来的 自从两年前 厂子开始生产口罩 就一直销量不佳 每生产出一百只口罩 能卖掉两三只就不错了 股东们都纷纷提出反对 想停止生产这种 卖不出去的东西 免得压本钱 但是不管大伙怎么反对 韩明秀就是一意过行 坚决要生产 谁反对都不好使 韩明秀的固执霸道 让股东们颇有微词 奈何他们这些人手中 持有的股份太少 加起来都不如 韩明秀的股份多 因此韩明秀 比他们更有话语权 韩明秀做的决定 他们也无权改变 因此他们便是不满 也只能发发牢骚 谁也改变不了 韩明秀的决定 大伙还都以为 韩明秀是挣钱多了烧的 弄这么多破口罩 还卖不出去 是自己作死呢 没成想 突然发生了这场变故 一时间 集团的口罩成了热销货 全国各地的批发商 纷纷赶来 抢购他们集团囤积的口罩 股东们建囤了 这么久的口罩 变得如此热销 都欢喜万分 赞赏韩明秀 有先见知名之余 纷纷要求涨价 好让大伙跟着借借光 多赚些 对于大家的要求 韩明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不缺钱 这些股东们也都不缺钱 他不想发国难财 这些肠肥脑满的股东们 也别想跟着发国难财 当初之所以生产口罩 囤口罩 就是为了在灾难来临之际 帮大伙一把 让大家人人都能买到口罩 都能戴上口罩 绝不是为了赚钱 因此便是别家口罩厂 都翻倍地涨价了 价格都要涨翻天了 他的口罩还是按原定的价格卖 一直卖一块钱 怕那些黑心的口罩商们 坐地起价 他还在电视上和报纸上 刊登了长城集团口罩厂 出产的口罩价格 以其让全国老百姓都能戴上 平价口罩 平安地度过这次劫难 股东们虽然不满意 但是看到 压在库里两三年的口罩 终于卖出去了 大伙也都跟着松了口气 好吧 就算没赚到多少 好歹没赔 已经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了 这场灾难并没有持续太久 几个月后就消失了 还没就工厂里囤积的那些口罩 也都卖光了 虽然没赚到太多的钱 但多少也赚了些 股东们纷纷表示 往后乐意支持厂子里 继续生产口罩 然而董事长韩敏修女士却表示 厂子的口罩设备暂时封存 也就是说 厂子里不打算再做口罩了 第1028集 2003年5月1日 一场隆重的婚礼 在首都大饭店进行 婚礼的男女主角 分别是霍景熙和宁清 小两口相处多年 感情日益深厚 也都认定了彼此 就是自己想要 与之厮守一生的人 所以霍景熙完成国外的学业后 便隆重地向宁清求了婚 宁清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于是两人就举行了婚礼 从此他们结为夫妻 海敏修和霍建峰都很喜欢宁清 毕竟谁都不会讨厌聪明优秀 独立上进的人 优秀的儿子能娶到个优秀的媳妇 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海敏修和霍建峰俩 特意给他们举行了超级隆重的婚礼 以彰显他们对儿媳妇的重视 婚礼的规模很大 摆了几百桌 把他们两口子这些年熟悉的人 都给请到了 让大家一起来见证他们家的幸福 该来的都来了 大家欢聚一堂 一边享用着丰盛的酒席 一边欢快地聊聊天 谈天说地拉东扯西 好不快活 韩明秀的老叔韩志才也来了 他早知道自己这个侄女厉害了 但是因为这些年 跟侄女走动的并不频繁 所以侄女具体多厉害 他还不知道 这会儿 亲眼见到他能在首都摆这么大的场子 还有这么多人捧场 他就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来 一直小看这个侄女了 他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厉害多了 真没想到 当年那个说句话脸就红 见人都不敢抬头的小丫头 能出气成这样 这人啊 真没场说去 他媳妇跟他一样震惊 震惊之余又暗下决心 往后一定多跟这个侄女走动走动 就算不畏借傻光 让他的儿孙们 多跟着秀他们这股人学学 也能长点见识 霍建峰在黑省部队时的战友 也来了几个 张鹤 戴相成 鹤丰亭和王玉和都来了 当年那些束手边疆 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们 现在都变成了发际线上仪 知天命的半老头子了 大伙凑在一起 笑着说起过去的种种 便是说到那些吃苦遭罪的往事时 脸上泛起的也是欢乐的神色 回忆也是一种财富 人的夜生中 要是有许多值得追一的往事 那便是他生命中 谁都夺不走的财富了 兄弟们一边说着那些往事 一边感慨着岁月蹉跎 难免都多喝了几杯 霍建峰也跟着大伙喝了不少 但是他是主人 还需要陪别的客人呢 跟兄弟们喝了几杯后 就去了当年 跟他一起出征南边的 那些战友们的酒桌 那一桌的气氛 要比黑省战友这桌的气氛沉闷些 战争是无情的 当年一起出征的战友们 有的永远留在了那里 有的在战争中受伤残疾了 还有的身体没受伤 但目睹了血淋淋的杀戮 心里造成了伤害 却一辈子都没法治愈了 具体表现就是 他们这桌不像别的桌 那么热闹欢快 别的桌上大伙都是大吵大闹 嘻嘻哈哈地吃着喝着 唯独他们这桌 大伙虽然也在说笑 但声调没那么高 表情也不像那些人那么亢奋 霍建峰过去敬酒时 看出大伙情绪 没别的桌那么高 马上想到为啥了 他珍了一杯酒 倒在了地上说 这杯酒算是敬那些 跟咱们兄弟一起上战场 最后留在了那的兄弟们吧 他们虽然来不了了 但是这酒 咱们不能省着 见他提及了那些 牺牲在战场上的兄弟们 大伙都有点激动了 纷纷举杯 先一起敬了 留在南边的战友们 随后才渐渐地放松下来 韩明秀那边也忙着呢 他的大学同学 老师和公司里的 大小领导都来了 乌泱泱的好几百号人 他挨桌地问候敬酒 简直忙得搅打后脑勺 高大娘也想帮着他招呼客人 但是被咬咬给拦住了 姥姥都八十岁的人了 他可舍不得让姥姥费心张乱 于是 咬咬带着小泽云 小霜 崔莲杰和妞妞 小索和小影 小丽和小梅子 嬉嬉小爱等等 也都没作息 都在酒宴上 帮着忙前忙后的 把婚宴办得兢兢有条 韩明翠和韩美玉帮着张罗着 只是他们姐俩 都不大善于交集 在那处着 也不知道咋跟人说 后来就干脆找了 帮服务员 发糖果汽水的活 也算是为外甥尽点心吧 小丽在给来宾 安排座位的时候 看见弟弟高家宝 姗姗来迟 这小子顶着一头 沙马特造型的长发 孩子以为很酷 很炫 很拽呢 小丽看她那幅景象 太得吐了 趁着她还没坐下的时候 把她拉到了一边 严肃地说 今儿个是大双大喜的日子 你当弟弟的 不说过来帮着忙活忙活 也就算了 咋还来晚了呢 高家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姐啊 我同学找我有点事 同学 哪个同学 不会是那个球宴吧 我记得她去年 也考到你们学校了 家宝 我可告诉你啊 那球宴可不是啥好人 她妈当年 跟你小姨不对付 自己走错路残废了 反倒把你小姨给怪上了 还培养球宴 找咱们报仇 你要是跟她交往 就情等着被她坑吧 高家宝不高兴地说 三姐啊 你暗中调查我了 你知不知道这么干 是侵犯人的隐私权 是不道德的 小丽冷笑说 还用人去调查你吗 明摆着的事 你从前根本不注重形象 可最近突然爱打扮了 还打扮成 这副辣眼睛的样子 土俗土俗的 一看就是恋爱了 或者是想谈恋爱了 而且恋上的那个人 跟你一样 也是个没啥品味的 高家宝被姐姐这么讽刺 心里很不舒服 为自己辩解说 你懂什么啊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造型了 港台的明星都这么打扮 连日韩的明星都是这么打扮 不信你打开电视瞧瞧去 看看时尚的人 是不是都像我这样 算了吧 对你们这种沙马特的时尚 我永远欣赏不来 小丽挥了挥手 不想在史上的问题上纠结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 那个球燕不是好人 你千万不能喜欢他 更不能跟他来往 知道吗 对于姐姐的嘱咐 高家宝还是很重视的 但是想到球燕温柔乖巧的样子 他又动摇起来 不敢相信娇娇弱弱的他 会是那样的人 姐啊 你咋知道球燕的 咋知道他是来找咱们报仇的 谁告诉你的 他妈吗 还是你自己凭空一想出来的 家宝忍不住问道 小丽指示着弟弟的眼睛 严肃地说 还记得咱们几年前 去农安的福利院吗 在那之后 我跟那个福利院的院长 一直有联系 还给他们福利院 捐过两次钱 球院的事都是他告诉我的 直到自己的傻弟弟 命中会有这么一劫 小丽已事先做好了准备 一直跟农安县福利院的院长 联系着呢 就是为了在提醒弟弟的时候 能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家宝又说 哪个院长会不会是 对球院有误会啊 球院他胆小懦弱 不像是他说的那种人啊 会咬人的狗不叫 你才有几年的社会经验啊 咋可能看透一个人的心 小丽苦口婆心地劝着 听姐的话 往后不要跟她往来了 不然你会后悔的 高家宝闷闷闷地答应了一声 入席去了 小丽看着弟弟那心不在焉的身影 觉得这熊孩子的承诺 根本靠不住 要是那小狐狸是点手段 这熊孩子 兴许就得忘了他的嘱咐 又陷进去 不行 他得想个万全的法子 让熊孩子对他死心 重活一世 他绝不能再让这小狐狸 兴风作浪 害他的家人和亲戚了 小丽猝着眉 琢磨着对付那小狐狸精的办法 这时 正在他前面招呼客人的小双 突然转过身 面带一样 一道烟似地往后边去了 小丽诧意地扭头看去 见大厅的入口处 进来一个浓眉大眼 梳着一头利落短发的年轻女子 那女孩她认的 不过不是这辈子认识的 而是上辈子认识的 她就是小双弟弟未来的妻子 姓赫 小名就叫赫赫 说起来 这位未来弟媳的出身 还相当高贵呢 是满洲正白旗 叶和纳拉师的后裔 而她本人也继承了满人女子 豪爽开朗的性子 是个阳光外向的女人 上辈子 小双一开始是不喜欢她的 嫌她不够温柔 不够贤惠 还在背地里偷着说 她是男人婆 赫赫也看不上她 总捉弄她 叫她胖子 吃货 俩人简直就是一对欢喜冤家 后来有一次 小双喝醉酒后 遭遇了绑架 绑架她的是几个被通缉的亡命之徒 就想着用小双换一笔巨额赎金 好让他们能顺利地跑路 逃到国外去 当时小双是带了司机的 不过她和司机俩 当时都没有防备 很快就被那伙人给制服了 他们还当着她的面 残忍地捅死了司机 这时候赫赫出现了 赫赫自幼就喜欢看武侠小说 从小就有个武侠梦 她总希望自己能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 练就一身绝世武功 然后闯荡江湖 行侠仗义 为了这个梦想 她自幼练武 练得是格外努力 格外认真 取得的成绩 也非小双这种懒胖子 可以相提并论的 18岁的时候 她就是华国女子 50公斤级 散打比赛的总冠军了 还代表过国家 在世界各地进行比赛呢 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后来她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也算是完成了她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的梦想吧 撞到小双被绑后 赫赫二话不说就冲上去 跟那几个人打了起来 开始的时候 那几个亡命之徒 还没把赫赫放在眼里 想着不过是个女人而已 还能咋的 就是上来了也是送死的 结果赫赫却让他们大惊失色 因为她太厉害了 厉害到他们几个大男人 都招架不住了 只见她肆意游走在 这些亡命之徒中 灵活地伸手 轻易就能躲开他们的攻击 而她攻击他们的时候 专往刁钻的地方打 打击的力道又极大 打得他们连连败退 惨叫声不绝于耳 小双在被拦截后 酒就醒了 她有心脱尾出去 偏偏因为酒精的作用 身体不听她大脑控制 在看到司机被他们 当着她的面捅死时 小双很绝望 也很恐惧 这伙人 既然敢当着她的面杀人 就证明 他们也没想让她活下去 不然他们 也不能敢当着她的面杀人 既然杀了 就相当于没打算让她活着 她不想死 她才二十多岁 还有很多的事没做呢 那一刻她想到了 最疼她的姥姥 精明能干的妈妈 正值五四的爸爸 还有明媚压力的姐姐 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性格却截然相反的哥哥 她舍不得死 绝望之际 赫赫从天而降 凭她一人之力 利落帅气地 把那伙亡命之徒给打败了 其中一个还被她打断了腿 抓住了 小双得救了 自此 她彻底改变了对赫赫的看法 从前被她视为男人婆的赫赫 现在在她眼中 成了又爽又萨的女神 然后她就开始追赫赫了 可惜赫赫对她并不感冒 嫌她胖 嫌她没有阳刚知情 为了追妻 小双也是豁出去了 她终日泡在健身房里 又是健身又是结实 历经半年的时间 终于把伴随了自己 二十多年的那身肥镖甩了下去 变成了一个阳光健美的男人 虽然阳光健美事业有成 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但是赫赫还是不想要她 这次倒不是对小双有什么意见 只是因为她对小双没感觉而已 面对赫赫的冷眼 小双毫不气馁 她虽然对自己没感觉 但好歹对别的男生也没有感觉 也就是说她还是有机会的 于是她继续穷追猛打 也好在她不是大双那种高冷傲气的性子 不然肯定就没戏了 小双性子随和 诙谐幽默 又有点赖皮 追妻之路虽然不甚平坦 但好在她脸皮厚 被拒绝了也不觉得难为情 还能化尴尬为动力 持之以恒 百折不挠 辛苦了两三年 终于打动了赫赫 俩人也终于修成了正果 当然这都是以后的事 现在她俩依旧是欢喜冤家呢 小双害怕这个男人婆 一见她的面就跑 而赫赫每次见到她 要是不捉弄捉弄她 就过不去的 这次也是一样的 她陪着爷爷奶奶来参加婚宴 她本不喜欢这种硬丑交集的场合 但是想到可以捉弄一下 那个胖子就来了 然后那个胖子一看见她来了 赶紧扭头闪人 赫赫眼尖 已经看到胖子了 她皮皮一笑 提步向胖子追去 哎 赫赫啊 你去哪儿啊 奶奶看孙女招呼不打就要走 急忙喊了一声 赫赫边走边说 我去找贺景义 奶奶顿时笑逐眼开 去吧去吧 你们年轻人 有共同语言 在一起 也比陪着我们这些老家伙有趣 去吧 老太太一边说 一边对韩敏秀眨眼睛 老太太很喜欢小双这孩子 这孩子是她看着长大的 她心地善良 性格诙谐幽默 要是赫赫能嫁给她 肯定不会受气 因此老太太一直希望 小双能当她的孙女婿 韩敏秀也喜欢赫赫 这点所有人都知道的 赫赫奶奶当然也不例外 韩敏秀看到赫赫追她儿子去了 勾唇笑起来说 看样子 我儿子又要挨欺负了 赫赫奶奶说 不能 我在家都教育她了 不许她再欺负景义了 韩敏秀说 赫赫要是能听你的 那她就不是赫赫了 老太太一言 随即无可奈何地笑了 韩敏秀也跟着笑起来 即便知道她儿子要被欺负 她也一点都不在意 要是她儿子 能被赫赫欺负一辈子才好呢 她一直很喜欢赫赫 欣赏她身上那股子 勇敢不服输的气势 她知道 赫赫不会真欺负她儿子的 她的儿子她了解 要是她不乐意 没有人能欺负得了她 之所以肯被赫赫欺负 还被她欺负了这么多年 大抵是对她有意吧 只是她自己没意识到而已 傻小子 但愿她能早点察觉到 自己的心意 早点跟赫赫修成正果吧 第1030集 韩敏翠和韩敏玉站在一起 边干活边唠嗑 看看没人注意他们 韩敏翠小声地对韩敏玉说 玉啊 你看大双都娶媳妇了 皮皮啥时候再找个媳妇啊 她都离婚好几年了 咋还不找呢 不会是还想着她前头那媳妇呢吧 韩敏玉说 那才不是呢 就是因为前头那媳妇找得太仓促了 结果闹出那么多不痛快的事来 所以她现在对找媳妇这事比较谨慎 从那离婚到现在啊 前后都除了十多个了 就没一个能让她感觉到适合结婚的 唉 都赶上做病了 韩敏翠说 太挑剔了可不好 这世上哪有实权实美的人啊 就是有 人家也未必能看上咱们呢 她现在可不是单身的帅小伙了 是个带孩子的大老爷们了 你可得劝劝她 别让她挑花眼了 我咋不劝了 差不多天天劝 可也得劝得动算啊 这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从小就是个将眼子 长大了还这么将 当初要不是她将啊 能跟那个小微结婚吗 韩敏翠哭恼地说 又一次提到这个穆小微 韩敏翠忍不住问 穆小微有没有再来找皮皮啊 有没有回来看孩子啊 韩敏翠语气很差地说 没有 她是没脸回来找皮皮了 也没脸回来看孩子了 咋了 她犯啥错误了是咋的 韩敏翠不解地问 韩敏翠咬着牙 恨恨地说 那不要脸的玩意儿啊 不是学拍电影了吗 结果人家倒好 演技没学来 倒把勾搭人夫的本事 练得是炉火纯青了 去年过年的时候 她搭上个导演 为了拍戏当女主角 她昏都没结 正也没扯 就跟人家坐到一块去了 结果那个导演是个有家似的 导演的媳妇知道他们的破事后 就带着帮亲戚找上门来了 那帮亲戚一进门就把她擒住了 让导演媳妇打她出去 导演媳妇也没客气 挤爪子下去 把她的脸都给挠烂了 还指着她的鼻子 大骂她是贱女 妓女 这事闹得都登报纸了 弄得满城风雨的 她还有啥脸回来啊 说到这儿 韩敏玉的脸上露出了解气的神色 这事还是韩敏秀告诉她的 韩敏秀在影视界认识不少人 当初穆小薇之所以能够 不用通过考试 就进电影学院学校 全是因为韩敏秀的缘故 因为知道韩敏秀和穆小薇的关系 所以穆小薇刚出世后 立刻就有人把消息报告给韩敏秀了 韩敏秀不敢藏私 立马又把消息告诉给了二姐韩敏玉 韩敏玉得知 前儿媳妇跑去给人做小三了 又气又恨 恨不能甩她两撇子 跟她老死不相往来才好呢 这不要脸的 好好的人不做 跑去给人当小三 谁家的好姑娘能去给人家当小三啊 当小三的 又哪有一个好人 都得叫人笑话 讲究死 还好他们偷情的事 没被人拍到 也没人告发 不然万一给拍到了 或者是告发了 宝宝的名声 可就得跟着他妈一起彻底毁了 一想到自己的儿子和宝贝金孙 有可能会因为 穆小薇的风流运势 陷入窘境 海敏玉就恨得压根直痒 这个臭不要脸的 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 海敏翠的思想 显然没跟他在一个频道上 看到妹妹若有所思 海敏翠悄声说 玉呀 都说 衣不如心 人不如旧 既然皮皮也没找呢 还不如把他俩凑到一块 没准这次 他俩就能看对眼了呢 不为别的 就为了宝宝能有个完整的家啊 看着妹妹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来 还明催干嘛说 我这不也是心疼宝宝吗 你看 人家的孩子都有妈 就她没有 多可怜啊 可怜啥啊 就算没有妈 我跟红伟俩也宝贝似的疼着她 宠着她呢 这几年 我们俩是咋对她的 你不都看着了吗 海敏翠反驳道 海敏翠说 爷爷奶奶对她再好 也代替不了她亲妈呀 哪个孩子不怕 自己亲妈在身边啊 前我还看见 她眼巴巴地看着 玲玲跟小爱亲热 那小眼神啊 看着都让人心疼 文言 海敏翠沉默了 半赏才说 当奶奶的 谁不希望自己孙子 能有亲妈陪着长大呀 可是也得看那个妈 是啥样的妈吧 她那个妈实在是不行 就光是八娘家拎不清 品行也不行 就通过她 当小三这事就能看出来 要脸的女人 不管到啥时候 都不能走那条道 她走了 就证明她人品不咋地 让这个女人回来 就算我们同意 皮皮也不可能答应 情之道不能让穆小薇回来 海敏翠满惜地叹息了一声 唉 当爸妈的离婚了 最可怜的还是孩子啊 海敏玉有点强势地说 我家宝宝 有我们一家地腾着 宠着 捧着 惯着 一点都不可怜 那些明明有爸妈 爸妈却不负责任的孩子 太可怜了 说话间 林宝宝在姐姐 林宁的带领下 烈烈窃窃地跑过来 她奶声奶气地 叫了声奶奶 韩敏玉急忙放下手中的活 弯腰伸臭胳膊 把她抱了起来 林宝宝泼进 韩敏玉的怀里 委委屈屈地说 奶奶 我要跟田田姐玩 可是 大哥哥不让 哟 要跟田田姐姐玩啊 好 奶奶带你去找田田姐姐 疼孙子的韩敏玉 哪忍心 让大孙子失望啊 当即抱起孙子 去找田田了 至于 是哪个大哥哥不让 韩敏玉 一点都没放在心上 小孩子嘛 难免会有嫉妒心 不管是哪个大哥哥 都是小孩子 她过去哄哄就好了 这会儿 一大群小孩子 正在一间超大的豪华包厢里玩呢 有小影和小索家的宝贝 秦北北 还有妞妞和催连接待的催男 小丽家的惠惠 小梅子和刘振家的刘洋 以及王大乱和小静家的王豆豆 瑶瑶和小泽云家的小甜甜 小周和花朵家的周牛牛 一大群大小不一样的孩子聚在一起 乌儿豁喊的都玩得开心极了 除了这帮孩子 屋里还有好几个保镖和保姆 都是小泽云给她闺女配的 唯恐她闺女在她看不着的时候吃亏 韩敏玉进去后 很快就找到了小甜甜 此时甜甜正坐在椅子上 由周牛牛大哥哥为她吃哈根达斯呢 甜甜很漂亮 是那种超级漂亮的漂亮 坐在一屋子孩子中 第一眼就能看见她 因为她长得最出众 只见她的皮肤白白嫩嫩的 跟剥了壳的主鸡蛋似的 水汪汪的大眼睛 颇闪颇闪的 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 比成年人的睫毛多长 红润饱满的小嘴 完美的脸型 配上那黑段子般的头发 怎么看 怎么像童话中走出来的小天使 而那个拿着小勺 为她吃哈根达斯的周牛牛 一改往日酷酷的 不苟眼笑的表情 满眼温柔的看着小甜甜 耐心的一勺一勺的 为她吃冰激凌 吃完了 她还拿着手绢帮她擦嘴 那耐心劲 让人忍不住以为 她是她的亲妹妹 而她 是个不折不扣的媚控呢 甜甜啊 韩敏玉牵着宝宝走过去 周牛牛看到这位大娘 牵着那个讨厌的哭包来了 小脸顿时一冷 不过想到甜甜妹妹 会不喜欢她这种表情 她便很快调整了一下心情 不让自己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了 阿姨老 甜甜软软地叫了一声 韩敏玉笑容满面地说 乖 你宝宝弟弟要跟你玩 你们一起玩好不好 没等甜甜回答呢 周牛牛又崩起了小脸 冷声说 不好 怕太爱哭了 我们玩不到一起去 居然想让那个哭包 跟他们一起 真是烦死了 韩敏玉认识周牛牛 也知道这位小少爷脾气不好 就哄着她陪笑说 宝宝还小啊 所以爱哭些 你是大孩子了 请就一下宝宝好不好 周牛牛冷着小脸说 甜甜像她这么小的时候 就不像她这么乐意哭 怕太怂了 一点都不像男子汉 韩敏玉一叶 这个臭小子 竟然瞧不起她宝贝孙子 真是太可恶了 不过她这么大的人 也不好跟个孩子一般计较 就转向甜甜 继续哄又甜甜说 甜甜 你带你宝宝弟弟玩会儿 好不好 你要是带你弟弟玩 以老给你 给你 她刚想说出点奖励 来哄甜甜 可是话到嘴边 突然想到 她竟然没有什么 可哄甜甜的 谁都知道甜甜 是小泽云的心头肉 要星星不给月亮的 这世上的好东西 甜甜都见过 从她会说话起 就想要什么都能得到 她真拿不出 能哄住她 打动她的东西啊 想了想 她又说 你要是带你宝宝弟弟玩 回头以老 带你们去游乐场 小孩子兜了一玩 都喜欢去游乐场 要是她说 带她去游乐场 甜甜应该会动心吧 然而甜甜 却撅起了小嘴说 不行啊 我爸不让我上游乐场 她说 游乐场的人太多了 那些游乐设施都好脏 她要自己给我建一个游乐场 让我自己在那玩 说完 看见妞妞正语顺不顺地看着她呢 甜甜马上改口 也带你一起玩 文言 周妞妞小朋友 小脸上立刻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虽然她不屑于玩游乐场 那些幼稚的东西 但是跟甜甜在一起玩 就另当别论了 就是再无聊的东西 再无趣的地方 只要能跟甜甜在一起 她都甘之如饴 秦北北惊讶地说 哇 自己家建个游乐场 真好啊 王豆豆表情夸张地说 土豪大小姐 咱们做朋友吧 王豆豆的性格跟她爸很像 连长相都极像 大伙都说 白瞎小静的好基因了 那么聪明漂亮的女子 如诗如画一般 可惜居然生了个 长相智商 都极其一般的豆比姑娘 开始的时候 小静也很懊恼 欲哭无泪 不过看到 女儿那般乐观 那般阳光 她便释然了 做父母最希望的 并不是儿女 有多大的出息 多大的作为 而是希望 他们的儿女 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幸福 平安地度过一生 而豆豆 具备快乐的潜能 只要她能快乐幸福 她这当妈的 还有啥不知足的呢 周牛牛听到 王豆豆的话后 马上严肃纠正 田田不是土豪 是小公主 这句话 算是说到田田的心坎里了 她最喜欢 当小公主 小天使了 听到豆豆姐姐 叫她土豪 虽然她还不明白 土豪是什么意思 但是她不喜欢这两个字 又听到牛牛帮她纠正 还叫她小公主 田田开心地笑了 谢谢周舅舅 周牛牛马上皱起眉头 再次纠正 田田 我都说了 你别叫我舅舅了 我问过我妈好几次了 咱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也不是真的亲戚 你往后 叫我哥哥好了 第1031集 五年后的5月12日中午 川省问县广场上 一场阵容豪华的演出 正在进行着 演出的主办方 是华国最具代表力的 四大影业之一 华瑶影视 因为华瑶影视的大股东 想在问县 修建一个大型的度假村 这场演出算是为韩总 在这边的投资造势吧 其实问县的位置并不好 风景也一般般 但不知怎的 这位钱多到数不清的大老板 就是开好这里了 不光要在这里盖度假村 据说还要在这开分厂呢 能引来这么大的投资 解决这么多的百姓的生机问题 县里的领导们 自然是万般喜欢的 对投资方提出的要求 也全部满足 其中就包括 让县城里的学生们 都停课一下午 来为这场声势浩大 阵容豪华的演出捧场 这次演出 华瑶的艺人们清朝出动 不管是享誉国际的大伴 还是初中茅庐的 十八线校明星 都悉数到场了 几十个明星的团队阵容 让演出的现场 星光翼翼 县城里的百姓们 更是清朝出动 来亲自看那些 平日里 只在电视里 才能看到的大明星 要知道 温县只是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 还从来没有过 这么多大明星 更没有经历过 这么大的演出场面 这种不要钱 还能看到这么多大明星的演出 对老百姓的吸引力 绝对是相当的大啊 演出的场地 几天前就准备好了 每一寸空间 都是经过精心安排布置的 保证能让前来参加的学生 幼儿和百姓们 都能有地方观看 还能保证 不发生拥挤踩踏事件 演出的时间 就定在一点五十 没等开演呢 热情的观众们就到场了 把怒大的广场 站得满满的 放眼望去 人山人海 人头攒动 海明秀站在舞台后面 悄悄地 看着那些 兴高采烈的人们 心里默念着 但愿他们都来了 但愿他把这次灾难的损失 降到最低了 乱糟糟的人群中 有不少烟闻 没睡午觉 哭哭啼啼 吵吵闹闹的孩子 海明秀看到人群中 哭闹不休的孩子小 怕有的家长 会因为舍不得孩子困倦 抱孩子回去睡觉 就在节目开始前 特意增加了一个 寻找幸运宝宝的活动 活动的规则就是 待会儿要在现场 随机抽出 十个幸运宝宝 每个宝宝 奖励二十万元的 幸运基金 另外还会从 这十个幸运宝宝中 选出一个明星宝宝 作为度假村的 代言人 一听有这么大的好处 在场的家长们 都越越越越是 兴奋地打了鸡血一般 凭孩子怎么哭 怎么闹 他们都不会离开了 因为这些家长们 都觉得他们家的宝宝 可能会入选 他们家宝宝 极可能会得到 那丰厚的 二十万块钱 稳定了人心后 演出开始了 瑶瑶作为华瑶的 董事长率先上场 为大家演唱了 昔日她那部 红遍华国 大江南北的主题曲 虽然她已多年 不演戏了 但是她的影迷 还是很多的 人一登场 台下就响起了 娘娘娘娘的呼声 可见当年她 有多火了 瑶瑶之后 三个演 仙侠而火的 花美男上场 收获了学生妹们 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和某某某 我爱你的呼声 哈密秀始终待在后台 一边窥视着 演出的现场 一边不断地 在心里打鼓 还有几分钟了 不知道现在 还有多少人 留在家没来 该使的法子 她都使了 实在不出来的 那也是她们的命数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越来越近了 14点28分4秒的时候 大地忽然晃动了起来 厂上的人 一下子都站了起来 地震了 有人尖叫起来 这时 韩米秀快速登台 把麦克风 调到了最大的音量 都别动 咱们这儿没有高楼 没有建筑 是全县城 最安全的地方 大家只要坐着别动 就能保命 喊声过后 刚刚站起来 想要逃窜的人 顿时安静了不少 韩米秀趁机 让几个明星 同时上台 安抚大家的情绪 尽管有大明星压阵 大伙依旧 惶惶不安 通过大地 剧烈的震动 远处楼房的倒塌 大家明白了 这是一场震挤很大的地震 很多人的家 怕是保不住了 想到自家辛辛苦苦 攒钱买的房子 还有家里的装修 电器 家具 以及存款 首饰等等 这些可能都被埋在地下 没有了 有人受不了这个打击 伤心欲绝地哭了 还有人 因为家里的老人身身弱 没出来 还在家里呢 便也哭了 本来热热闹闹地演出现场 一下子变得悲凉哀泄起来 只有县里的领导们高兴不已 其中一位领导 还特意跑来找韩明秀 韩总啊 你办的这场演出 救了我们全县城的百姓 我代表全县的百姓感谢你 你可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韩明秀摆摆手说 我也是为了给自己的企业造势 巧合而已 您不用放在心上 那位领导继续说 那就算是巧合 您也恰好把我们给救了 我们问献 永远感激您 此时此刻 韩明秀真顾不得跟人客气了 他还在为这场灾难难过呢 上辈子这场灾难 让多少无辜的生命烟消云散 又让多少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 他曾亲眼在新闻上 看到被埋在废墟下的母亲 用手机给寄的孩子留下一眼 也曾见过如画般一样的美丽少女 在这场地震中被迫结了双肢 还曾见过妻子死后 丈夫把他绑在身上 骑着摩托车把他送去安葬 但愿这一切 这一事不要发生 两分钟后 大地渐渐归于平静 那些惊恐的人们纷纷跑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家里还有人吧 也可能是急着回去 看看他们的家还在不在了 本来人山人海的广场 不大会儿一哄而散 变得空荡荡的了 姚姚心有余悸地说 妈 咱们这是啥运气啊 忙活了一个月 好容易搞个演出 还没演完呢 就遇上这事了 韩敏秀微笑说 你觉得咱们的运气不好吗 我倒不这么觉得 你想想 虽然咱们的演出砸了 投资也泡汤了 但咱们救了不少人的命啊 你看咱们今天演出的现场 估计全县城的百姓都来了 就算没全来 也来了个十至七八 要是这些人 现在都在家里 或者都在学校呢 你觉得现在后果会怎样啊 姚姚一听 马上点头说 对呀 对呀 照这么说 咱们就是白忙活 也值得了 对 相当值得 韩敏秀拉起女儿 走吧 咱们去看看 尽可能地去帮一下 需要帮助的人 不光是韩敏秀和姚姚 整个滑咬的人 或者说 所有跟韩敏秀 一起过来的员工们 都跟着自家老板 去接力帮助大家去了 第1032集 这场大灾难 给问宪带来的损失 空前绝后 很快成为 全国人民最关注的焦点 不过 因为有韩敏秀这部操作 灾区的伤亡和失踪人数 并不多 据统计只有5000多人 这5000多个人里 绝大多数都是单位走不开 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虽然很可惜 但是跟前世那七八万的伤亡 失踪人数比较起来 已经很好了 很快 全国各地的救援人员 潮水般涌到了闷县 本县幸存的群众 也积极地投入到了救援活动中 中人食材火焰高 这场大灾难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很快就过去了 而韩敏秀歪打正着 救了那么多百姓的新闻 也成了全国乃至世界上 最热门的新闻 一时间 华瑶影业 长城集团 豪门餐饮等企业名声大噪 随之而来的便是股票大涨 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以及问献百姓们的感激不尽 韩敏秀救了人 用名利双双 一时间在国内风头无两 想低调都不能够了 他前后接受了 十几次的电视采访 上了无数的新闻 报纸 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 连孙凹屯 四家挖子屯 和小洞山屯的村民们 都在电视上看见了 看到新闻联播里 精明干练 侃侃而谈的韩敏秀 大家都感慨不已 特别是孙凹屯的村民们 更是感慨半迁 这可是他们屯子 出去的人物啊 当初那个 比奶奶逼得 撞了墙的小丫头 现在已经成了 举国上下 人尽皆知的大人物了 太了不起了 作为一个屯子的村民 大家都感觉 有容语言啊 张老八屯的老光棍 沾二驢子 看着电视里 优雅干练的女人 忍不住对别人吹牛 看 就是这个女的 当初差点成了 我沾二驢子的老婆 都跟我订婚了 后来又黄了 于是有人问他 既然都跟你订婚了 咋又黄了呢 这么好的女人 黄了多可惜啊 你看小东山 老货家那当兵的 人家就捡了个大便宜 这辈子躺着吃 都吃不完呢 张二驢子神秘兮兮的说 你们不知道 这女人邪门着呢 会妖术 我怀疑她 就是被妖精附体了 不然她个农村老娘们 上哪干那么大的事业去 再说了 她今年都五十出头了 可你们瞅瞅她的样 哪有一点五十岁人的样子 不还跟大姑娘似的 不是妖精 能这么年轻吗 有人反驳说 静瞎说 你看着人家是妖术了 再说人家年轻咋了 有钱的女人 不都这么年轻吗 那不是妖术 是人家有钱保养的好 咱们要是有钱啊 说不定比她还年轻呢 张二驢子神秘兮兮的说 还真让你说中了 我还真就亲眼见她 使妖术了 真的 就是我跟她退亲的 第二年冬天 有一回 我在半道上 把她截住了 你截她干啥呀 还想霸王应上工是咋的 有人开玩笑的说道 其他人也都兴致勃勃的 看着她 而张二驢子 看到大伙都盯着她呢 她很喜欢这种 成为众人中焦点的感觉 就得意地说 我寻思着 她是我先定下的 算是我媳妇了 结果叫那个姓霍的 给截胡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 也不想便宜了那姓霍的 就琢磨 先把她办了 到时候 生米煮成熟饭了 她当然就跑不了了 哎 那成了吗 这要是成了 你可就赚大了 那个韩米秀 可是举国文明的大人物 又是大老板 听说还是亿万富翁呢 你要是真跟她春风一度了 就是这辈子打了光棍 也值了 你别打岔 让张二驢子接着说 二驢子 后来呢 你接住她后 怎么着了 快说 对呀 快说快说 村民们催促着 一个个脸上 都露出了亢奋的神色 跟打了鸡血似的 张二驢子 咋把咋把嘴 遗憾地说 果子倒是好果子 可惜没吃到嘴啊 不过我摸着她小手了 她那小手啊 软乎乎的 又小又白 摸着可舒服了 咋还没吃着呢 来人了是咋的 大伙一听 香烟的事情没发生 都觉得挺遗憾的 因为他们想听那种事 不过 这个张二驢子 为时不配得到韩明秀 要是真得到了 待会肯定得嫉妒死 到时候 那种嫉妒的心理 也指定 比现在这种 烈焰的心理难受 张二驢子瞪着眼睛说 我不是说了吗 她会使妖术 我那会儿 刚寻思把她摁倒呢 结果不知从哪儿 蹭了一下 窜出一只狐狸 一下子就窜到了我跟墙 啊 难道她是狐狸精变的 有人惊呼道 张二驢子却说 也未必是狐狸精 那狐狸不见后 不知从哪儿 又出来一只老虎 那大老虎 嗷的叫了一声 把林子里的鸟都吓飞了 然后把我吓得差点尿裤子 转身就跑了 张二驢子 是实话实说 然而大伙却不信 因为张二驢子 本身就品行不端 爱撒谎 而她这次说出的话 更是荒诞不惊 如果说 窜出一只狐狸的话 大伙还兴许 有那么点点相信 背不住 那个海绵秀 就是狐狸精附身呢 不然 她怎么可能 那么能耐呢 可她偏偏 又扯出了一只老虎 这都什么跟什么 哪来的老虎啊 难不成 那还没修饰老虎精 可从来 没有老虎精的记载 他们也不认为 老虎能成精 肯定都是张二驢子 满嘴跑火车 瞎编的 可怜张二驢子 撒了一辈子谎 就这次说真话了 却没有一个人信她 二驢子 你是不是又扒瞎了 看我们好糊弄是咋的 我没骗你们啊 真的 我真看着狐狸和老虎了 骗你们 我都是王八犊子的 你本来就是王八犊子 你们咋还不信呢 我冲灯发誓行不行 我要是撒一句谎 就天打雷劈 张二驢子举起手 试图用毒誓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村民们 却懒得再跟她分遍了 大伙都散去了 该干嘛干嘛去了 全书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多想一心来 乘风就能抚平忧伤 多想一转身 目光就融化掉冰霜 多想一抬头 看见你微笑的脸庞 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 对我讲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